第一章 恶号 天海市某大学的一间学生宿舍里 陆小川正趴在床上拿着笔 在一张招聘的纸上写写画画 因为他即将毕业 面临着要找工作 这是一件很头疼的事情 不只是公司难以选择 还有就是他相对的年龄偏小 这可就跟他上学跳级有关了 上小学他跳了两级 上中学他跳了一级 所以现在要毕业了 他才19岁 按理说 以他这样的学霸型人才 找工作一点问题都没有 可是陆小川还是有点担心 只因为他要早点让自己的家人 过上好日子 就在陆小川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突然他那古董手机响了 陆小川拿出那个彩屏的 键盘都掉漆了的手机 按下了接听键 手机里传出一道烟熏嗓的声音 喂 是小川吗 我是你村长爷爷 陆小川听到 是老家村里的村长 赶紧说道 原来是村长爷爷 村长爷爷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手机里传来村长的声音 小川 你赶紧回来一趟吧 你爷爷快不行了 陆小川听到村长的话 感觉脑海里雷声阵阵 整个人都有点逊于 陆小川从小就失去了父母 是爷爷拉扯他长大的 后来又收养了一个被人遗弃的女孩 成了陆小川的妹妹 虽然因为增加了一个人 让家里的生活变得更加的艰难 可是家里却因为多了个孩子 而变得十分热闹 当然陆小川的爷爷 也因为要供两个孩子上学 不得不多做更多的事 多挣一点钱 省吃俭用的攒钱 让陆小川和他妹妹读书 陆小川挂了电话后 急忙起身收拾起了随身的物品 宿舍的一个胖子这时说道 小川 发生什么事了 需要帮忙吗 陆小川强忍着快要流下来的泪水说道 没事王 我有点事情 需要赶紧回家一趟 简单的收拾了一下 陆小川背着一个背包 就冲出了宿舍门 一出宿舍门的陆小川 眼泪再也忍不住的流了出来 陆小川打车到了汽车站 坐上了前往老家县城的汽车 一路上 叶欢眼里的泪水就没有停过 因为他跟爷爷的感情太深了 看着匆匆闪过的树木和高楼 夜欢心急如焚 一亿 各小时后 汽车到了县城 陆小川找了一个路边的载客摩托车司机问道 师傅天河村去不去 那摩托车司机上下打量了一下陆小川说道 去天河村三时 陆小川赶紧说道 那走吧 速度快点 像这种小县城是没有正规的出租车的 人们出行基本就是做模的 或者用自己的交通工具 其实这段路程平时十块钱就到了 但是现在陆小川也没有时间在意这个了 他要赶紧去看望自己的爷爷 司机因为挣了三十块钱 所以按陆小川的要求 一路开得特别快 用了二十分钟就到了天河村的村口 陆小川给了司机前后 背着背包就向家里跑去 这天河村并不大 只有二十多户人家 全村的人口也只有不到一百人 而且还有很多在外边打工 陆小川家在村里的最后面 靠着大山的那边 夜欢一路遇到了几个村民 也没有时间打招呼 等陆小川跑到家时 发现村长和几个邻居都在院子里 村长看到进来的陆小川 急忙说道 小川 你回来就好 赶紧进去看看你爷爷 你爷爷有话要对你说 陆小川扔下背包 就冲进了屋里 看到躺在床上骨瘦如柴的爷爷 陆小川眼泪犹如绝地的洪水 不断地往下流 陆小川一个月前回过家 那时候他爷爷还是很有精神头的 跟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 陆小川跪在床边上 握住他爷爷的手道 爷爷 我是小川 我回来看你了 躺在床上的陆正微微地睁开眼睛 转动了一下自己的脑袋 嘴唇微动地说道 小川 你回来了 爷爷 可能要不行了 以后照顾不了你们了 陆小川听到自己爷爷的话 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因为这句话 太让他心酸了 陆正想抬起手 擦一下陆小川的眼泪 可是他却没有力气 手臂根本无法抬起来 陆小川往前靠了靠 抓住他爷爷的手说道 爷爷 你没事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马上就工作了 可以让你过上好日子了 陆正微微笑了笑 从身边拿出一个破旧的盒子说道 这里面是我积攒的一些老东西 我也不知道值不值钱 都留给你吧 要是值钱你就卖了它 可以改善你和你妹妹的生活 要是不值钱 就当是留个念想吧 陆小川接过那个破旧的盒子 紧紧地抱在手里 对陆正说道 爷爷你放心 我一定好好保存这些东西 这时陆正又说道 还有 我走了以后 你要照顾好你妹妹 不要让人欺负她 你们本来就不是亲兄妹 如果你妹妹要是愿意 你就 你就娶了她 知道了没有 陆小川接连地点头道 你放心爷爷 我一定照顾好妹妹 可是陆小川话刚说完 陆正的手就从陆小川的手里滑落 彻底没有了呼吸 陆小川看到自己的爷爷闭上了眼睛 大声地叫着 爷爷 爷爷你睁开眼睛看看我 这时 大哭的陆小川 想到了外面的老医生 立马冲出屋子 抓住村里的老医生的胳膊说道 张爷爷 你救救我爷爷 我爷爷没死呢 你救救他 张医生说道 小川 我知道你难过 可是人终究有这么一天的 急哀吧 这时 村长也过来说道 小川 急哀吧 还是赶紧商量 一下你爷爷的葬礼吧 毕竟现在天很热 可不能拖着 这时 陆小川也稍微缓过来一点了 沙哑地说道 村长爷爷 这些我也不懂 还得多靠你了 老村长说道 放心吧 小川 我一会儿就去安排人 然后准备下葬你爷爷 这时 陆小川颤抖着拿出手机 给自己的妹妹陆小琴 打去了电话 电话铃声响了几声 陆小琴就接通了电话 哥哥 给我打电话 有事吗 陆小川强忍着泪水 收起情绪说道 妹妹 你请个假回家一趟吧 家里有点事 陆小琴问道 哥 家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陆小川道 等你回来再说吧 不一会儿 老村长就在村里找了十多个人 来到陆小川家 老村长道 小川的爷爷 平时在村里 也算是很帮助大家 现在他去了 家里就剩下小川和小琴了 咱们帮忙把后事料理一下吧 因为天和村人口本来就不多 所以谁家有事 大家都会帮忙 于是 所有人在老村长的安排下 开始行动起来 有的开三轮车 去县城买棺材和纸扎 有的忙着整理一下 准备下葬的东西 第二章 狗屎运 第二章狗屎运一个小时后 陆小琴回到了家 当他看到自己的爷爷去世了的时候 扑到他爷爷的身上 大声地哭了起来 陆小川红着双眼 上前安慰道 小琴 别难过了 爷爷走得很安详 咱们还是赶快 让爷爷入土为安吧 这时 去县城的人也回来了 老村长对陆小川说道 小川 你先把小琴带出去 然后我们给你爷爷 换身干净的衣服 一会儿就准备下葬吧 陆小川点了点头 让小琴先出去后 他跟老村长帮自己爷爷 穿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然后陆小川又忍着眼泪 给他爷爷擦了擦脸 随后 村里又来了一些人 男女都有 帮忙把小川爷爷的尸体 放进了棺材 而陆小川和陆小琴 此时也已经披麻带笑 然后村里的一个老人 开始吹着喇叭 人们抬着棺材 开始出发 向着天河村的坟地走去 等把棺材下葬了之后 村长对一个年轻人说道 陆大勇 你看着点你小川哥和小琴妹妹 知道了没有 那个叫陆大勇的年轻小伙说道 你放心吧村长爷爷 我一定看好小川哥和小琴妹妹 然后村长就带着大家走了 其实本不应该如此的简陋 起码得让这些人吃一顿饭啥的 可是这些年天河村的人口越来越少 都上城市里去了 再加上大家都知道 陆小川的家庭条件很不好 所以大家也都帮忙完就走了 这时的陆小川和陆小琴两人 在他们爷爷的坟前 一点点的烧着纸钱 而陆小琴的眼泪就没有停过 这石边上的陆大勇 上前小心翼翼的说道 小川哥 别难过了 先回去吧 小琴妹妹还要上学呢 这陆大勇是天河村 跟陆小川玩的最好的 也是最佩服陆小川的 因为小时候 陆大勇跟两个比他大的孩子打架 边上没有人上去帮忙 反而都大声呼喊着看热闹 当时只有陆小川拿着一根棍子 把那两个人给揍了一顿 从此以后 这些小孩没有人再敢招惹陆大勇了 也就是那时起 陆大勇成了陆小川的根屁虫 陆小川听到陆大勇的话 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妹妹 走吧 先回家去 明天你还要去上学 陆小川把小琴劝回家后 可能是因为他情绪太激动的原因 直接在床上睡着了 眼睫毛上还挂着泪珠 陆小川看到 跟在自己身后的陆大勇说道 大勇 你也回去吧 你爸身体也不好 需要人照顾 我这没事了 陆大勇道 那小川哥你 要是有事就叫我啊 陆大勇走后 陆小川走进屋里 看到他爷爷 最后给他的那个破旧盒子 擦了擦上面的灰尘 缓缓地打开 打开盒子后 陆小川看到最上面是钱 有一百的 五十的 还有十块一块的 零零散散的 总共有三千多块钱 陆小川摸着这些钱 知道这是爷爷省吃俭用攒下来的 陆小川把钱一张张地叠好 然后就看到盒子里有一个老烟杆 看上去是年代很久远了 还有一块巴掌大的玉佩 虽然雕工看上去不怎么好 可是那玉却入手温润 很是细腻 这时陆小川看到了盒子里有一个戒指 这戒指陆小川知道 是十多年前 一个老道士来家里说是肚子饿了 要点吃的充饥 当时陆小川还小 陆正就给那道士 做了一碗葱花面 还唠了一张大饼 吃完东西后 那道士对着陆小川的爷爷说道 我也没有别的东西感谢你 只有把这个师门的宝贝给你了 当时陆小川的爷爷不要 可是那倒是直接飞快地逃走了 当时的陆小川没觉得怎样 可是后来想起来都感觉不可思议 那倒是那么大岁数了 是怎么跑得那么快的 后来的陆小川 就再也没有见过这枚戒指 原来爷爷把它收藏在了这里 陆小川看着这枚戒指 像玉吧 好像又不是 陆小川看了看 就想把戒指放回去 可是这时陆小川一个不小心 那戒指就从手里滑落 陆小川急忙地用手去接 戒指是接住了 可是陆小川的手也磕破了 陆小川没在意流血的手 只是看到戒指没有事 就松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 让陆小川惊恐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陆小川手上的鲜血 开始被那戒指吸收 然后那戒指开始发出白色的光芒 眨眼间就消失不见了 陆小川吃了一惊 赶忙寻找 这时陆小川发现 自己的手指上 出现了一个戒指的纹身 跟那个消失的戒指一模一样 陆小川用手搓了一下 发现搓不掉 就在这时 陆小川的身体 也直接从房间里消失 这也就幸亏没人看见 要不然 还以为闹鬼了呢 陆小川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在一个 简易的竹屋边上 他四处看了看 发现这是一个 有足球敞大的空间 不远处还有一个泉眼 在网处冒水 边上有很多的 像草药一样的植物 陆小川也不知道是什么 陆小川很是吃惊 自己不是在家里的房间里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这又是哪呢 陆小川定了一下神 其实他的心 此时跳动的异常快速 毕竟谁遇到这种事情 里面有一张桌子 上面有几本书 有一块玉牌 还有几个小小的玉瓶 陆小川走上前去 拿起那玉牌左右看了看 这时 那玉牌发出一道柔和的白光 进入了陆小川的脑海 陆小川吓了一跳 随后就觉得脑海里长长的 多了很多的东西 他梳理了一下后 直接惊呆了 原来这个戒指 是数千年前 一个非生的修炼者 无意间得到的 后来他又留了下来 无极阴阳 阳升阴将 五行之力 天地之灵 一句句晦涩深奥的句子 出现在陆小川的脑海里 到后面陆小川才知道 这玉牌上记载的是 修炼的方法 以及功法 那几本书记载的是 炼丹 正法 医术 还有武技 那小玉瓶里面 是留给有缘人的丹药 用来修炼的 这可让陆小川惊喜话了 这可是 平时小说里才有的奇遇啊 而且还是修真者的传承 自己能遇到这种事情 简直是上天照顾 随后 陆小川就按玉牌上记载的 找到一个玉瓶 取出一颗丹药 吃下去后 开始按照玉牌上的功法介绍 修炼了起来 第三章 宁气 陆小川服下丹药后 就按照脑海里的方法 开始修炼 一遍又一遍的 尝试吸收周围的灵气 这时 那丹药开始融化 顿时 陆小川感觉体内出现了一股气 陆小川知道 这就是脑海里所说的灵气了 于是他集中精力 控制着那股灵气 开始在自己体内运行周天 刚开始 陆小川很艰难的 才能控制那灵气 运行一个周天 后面慢慢的开始快了起来 这时周围的灵气 也开始向陆小川聚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陆小川的身体里 突然传出一声 什么东西破裂的声音 而陆小川却不知道 还在那里控制着体内的灵气 运行着周天 不久后 陆小川停止了修炼 站起身来 突然他闻到一股很臭的味道 低头一看 自己身上全是黑乎乎的 油脂一样的东西 陆小川想到 这应该就是 那玉排中所说的 一惊洗水吧 陆小川赶紧出了戒指 发现自己 回到了原先的房间 也没顾上其他 直接在房间里 拿水冲洗了起来 把自己洗干净的陆小川 这时一紧张 坏了 我不知道修炼了多久 妹妹不会找不到 自己着急吧 于是陆小川赶紧 跑到妹妹陆小青的 房间门口 向里看了一眼 可是让陆小川疑惑的是 妹妹还在那里睡觉 连姿势都没有动过 这时陆小川想到了 一个让他兴奋的事情 就是这个戒指里的空间 就像是个独立的时空一样 他里面的时间 是外界的几十倍 也就是说 你在里面待几十天 出来外界才过去一天而已 这下陆小川兴奋了 这对于陆小川来说 可是修炼的作弊器 看到自己妹妹正睡的香 陆小川感受了一下 自己体内的力量 按脑海里的记忆 自己现在是宁气中期 这得多亏了那颗丹药 修炼的境界 分为聚气期 宁气期 炼气期 筑基期 屁股期 这也对应着 现代舞者的境界 炼境境界 后天境界 先天境界 宗师 大宗师 至于后面的境界 在陆小川的脑海里封印着呢 他现在无法看到 因为那颗丹药 陆小川直接跳过了 巨气这一境界 直接到达了宁气期 这可以说是 节省了几年的时间苦修了 陆小川看着自家破旧的院子 喃喃道 爷爷 我有了这种奇遇 以后会照顾好自己和妹妹的 你在天之灵 不用担心了 第二天 陆小川借了村长家的摩托车 送陆小晴去了学校 刚开始陆小晴不愿意去 说是想去墓地给爷爷守校 可是被陆小川给说了一顿 然后乖乖地跟着陆小川到了学校 到了学校门口 陆小川拿出五百块钱 递给陆小晴道 妹妹 这五百块钱 你拿着吃饭 没有了就给我打电话 我给你送过来 陆小晴说道 我这里还有钱 这钱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陆小川道 给你你就拿着吧 你看你衣服也破了 你可以给自己买一件新衣服 陆小川看着妹妹走进学校 就骑着摩托车往家里赶去 到家后把摩托车还给村长 然后拿出两千块钱给村长道 村长爷爷 这钱是给你的 爷爷的棺材和那些纸扎 都是你店的钱 老村长道 小川 这钱你先留着用吧 小晴上学要用钱 你也没有工作 等以后你有钱了 再还给我就行 陆小川感激的道 那就谢谢村长爷爷了 等过段时间我挣到钱了 就还给你 陆小川回到家后 直接进入了戒指 仔细地观察着戒指里的所有东西 你别说 还真让陆小川 他高兴的东西 就是那全眼边上的植物 经过夜欢仔细地研究 跟脑海里的记忆照映了一下 发现这些都是灵药 别说世俗中了 就是放到修炼界 也是要抢破头的好东西 而且有一块地方 有好几十颗人参 看样子很有年头了 随后陆小川就在戒指里开始修炼 还抽时间研究那几本书 其中那五集很是吸引他 因为里面记录着修炼者 使用的各种法门和技巧 除了这个 陆小川还研究了医术和阵法 就这样 陆小川在戒指里一待 就是半年多的时间 这戒指里的半年时间 陆小川可是直接修炼到了宁气圆满境界 就差一点就突破到炼气期了 而陆小川的医术 也到了登堂入室的地步 如果放到世俗界 那绝对是太斗级别的人物 阵法方面 陆小川学会了一个聚灵阵 知道了这个阵法的妙用后 陆小川也想到了一个方法 就是利用这具灵阵 可以快速地种植农作物 陆小川从戒指里出来 而外界也仅仅过去了两天的时间 陆小川拿出手机 发现有妹妹的未接电话 于是直接打了过去 电话接通后 陆小青问道 哥 我给你打电话 你为什么没有接 陆小川道 哥在忙 没有听到 你在学校还好吧 陆小青说道 哥 我想爷爷 说着就哭了起来 陆小川赶紧安慰道 好了 别哭了 过两天你放假了 哥去接你回来好不好 陆小青哽咽着说道 嗯 我放假了 就回去看爷爷 挂了妹妹的电话后 陆小川开始想怎么挣钱的事 因为爷爷留下的三千多块钱 加上自己身上的几百块钱 等到下学期 交了妹妹的学费 连吃饭都会成问题 这时 陆小川想到了 自己家后面的那几亩地 那里爷爷种了很多蔬菜 到了院子后面 陆小川看到那半死不活的蔬菜 失望地摇了摇头 就这蔬菜拉到县城 也没人会要 自己现在医术倒是可以 但是谁会相信 一个农村的年轻人 给自己看病呢 时间过去了几天 陆小川也从那种悲伤中走了出来 这天陆小川想到了聚灵镇 可是又没有材料布镇 思来想去 他想到了戒指里那个泉盐里的水 于是陆小川从戒指里 取出一小桶泉水 给一株西红柿 浇了一点泉水 然后让陆小川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那株西红柿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翠绿 上面接的西红柿 也开始变红变大 不一会儿 就完全成熟了 陆小川恢复了一下震惊的神情 摘下一个成熟的西红柿 一口咬了下去 顿时那田中带酸的汁水 见了陆小川一脸 吃完了一个西红柿 陆小川高兴的道 发财了 这下要发财了 第四章 第一桶金 随后陆小川研究了一下那泉水 觉得这样速度太快了 就在那泉水里 掺了不少的自来水 然后给所有的蔬菜都浇了一遍 第二天一早 陆小川早早的起床 就跑到院子后面 去看那些蔬菜了 眼前的一幕 可把陆小川给高兴坏了 所有的蔬菜都生机勃勃 站在地边上 都能闻到一股蔬菜的清香 陆小川去找陆大勇 借了他家的三轮车和电子秤 拿了自己家里的几个大竹框 和一些平时积攒的塑料袋 就开始摘起了蔬菜 西红柿摘了一框 辣椒摘了一框 黄瓜摘了一框 然后就停了下来 因为那三轮车不大 东西太多了 装不下 然后陆小川就开着三轮车 向县城出发了 因为路不平 怕把蔬菜颠簸坏 这一路陆小川都开得很慢 40分钟后 陆小川到了县城 找了一个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 就开始卖起了蔬菜 刚摆好蔬菜 就有不少人上前询问价格 因为陆小川的蔬菜太漂亮了 而且还有一股清香味 很是吸引人 围着的大爷大妈问道 小伙子 你这蔬菜多少钱啊 陆小川回答道 黄瓜五块钱一斤 西红柿和辣椒八块钱一斤 那些大爷大妈们一听 都说道 小伙子 你这蔬菜 怎么比超市的还贵啊 陆小川说道 叔叔阿姨 我这蔬菜 都是自己家里种的 不打农药 不上化肥 是健康绿色食品 你不信可以尝一下 说着 直接拿起一根黄瓜 卡卡折成五六节 递给了几位大爷大妈 那些大爷大妈 吃了一口黄瓜后 都震惊了 其中一位大妈说道 小伙子 你这黄瓜太好吃了 给我来五斤 哦 对了 还有那西红柿和辣椒 也分别给我来五斤 陆小川一边给大妈装蔬菜 一边乐得嘴都合不拢了 不一会儿 三大筐蔬菜 就卖了个一干二净 陆小川数了一下 今天总共卖了一千八百多块钱 高兴的陆小川 骑着三轮车就回了家 他准备明天一早继续去卖 前后不到两个小时 陆小川就回到了家里 然后直接去了陆大勇的家 到了陆大勇家 陆大勇看到陆小川来了 开口问道 小川哥 你不是去卖蔬菜了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陆小川笑着道 卖完了就回来了 顺便来跟你说一声 明天你家的三轮车 我还得用一下 陆大勇说道 小川哥 反正现在三轮车 我也用不上 你就用吧 这时陆小川突然想到 陆大勇的父亲 因为出去打工 从高处衰落 导致下半身瘫痪 自己现在也会医术了 正好可以看一下 能不能把陆大勇的父亲治好 因为陆大勇的父亲瘫痪 他母亲也跟别人跑了 为了照顾自己的父亲 陆大勇上完高二就辍学了 一直照顾他父亲 家庭条件 也就比陆小川家好那么一点 陆小川对陆大勇说道 大勇 你父亲怎么样了 陆大勇叹了口气道 还是那样 前段时间去县城又看了一下 医生说 这根本就没有办法恢复 陆小川道 我也会点医术 我可以给你父亲看看 陆大勇疑惑的道 小川哥 你啥时候会医术的 陆小川打来的哈哈道 我是上学的时候 跟一个老中医学的 陆大勇带着陆小川到了房间里 就看到大勇的父亲躺在床上 看到陆小川进来 连忙说道 小川来了呀 大勇 赶快给你小川得到点水 陆小川赶紧道 叔叔 我不渴 我就是来看看你的病的 我跟着一个老中医学了一段时间的医术 看能不能治好束束你的双腿 大勇的父亲 眼里闪过一丝落寞 开口说道 我都习惯了 既然小川你有这个心 那你就随便折腾吧 陆小川抓着大勇 父亲的手装做好脉的样子 其实陆小川是用灵气 进入大勇父亲的身体里 查看病情 不一会儿 陆小川知道了 大勇父亲双腿瘫痪的原因 原来是脊椎移位 压迫住了双腿的经脉 导致双腿失去了行动能力 这时陆大勇问道 小川哥 怎么样 我父亲的双腿能治好吗 其实陆小川知道了原因后 就有把握治好的 可是为了不让他们父子太过激动 就说道 等我明天去卖菜回来的时候 买一副银针 给叔叔针酒试试 现在还不确定 这时大勇的父亲说道 小川 你就不要破费了 我的情况我自己知道 你就别浪费钱了 你现在还要照顾你妹妹呢 可不能乱花钱 陆小川笑了笑没有说话 跟大勇交代了几句话 就回到了家里 到家里的陆小川 直接进入了戒指里 开始练习武技 闪动腾挪 时而拳法 时而长法 看上去颇具威力 现在陆小川感觉自己 一拳可以打死一头牛 这是实力暴涨之后的表现 然后陆小川就又开始研究医术 一直在戒指里待了很长时间 才出了戒指 然后自己去院子后面 摘了几个西红柿和黄瓜 就当做自己的一顿饭了 就在夜欢吃西红柿的时候 门外传来老村长的声音 小川 在家吗 陆小川赶紧起身到门口打开门 看到老村长正站在门口 开口说道 村长爷爷 找我是不是有事啊 走上屋里说 到了屋里 老村长看到桌子上的西红柿和黄瓜 开口说道 小川 你不会就吃这个吧 这那能行呢 年轻小伙子不吃饭 哪有力气啊 陆小川笑着说道 我只是懒得做饭 就吃点这玩意儿 村长爷爷你也尝尝 这西红柿可好吃着呢 老村长也没有在意 就结果陆小川递过来的西红柿咬了一口 然后就愣住了 随后几口就吃完了一个大西红柿 老村长擦了擦嘴说道 小川 你这西红柿是哪里来的 为什么这么好吃 陆小川笑着道 村长爷爷你忘了 我爷爷在我家院子后面 种了很多的蔬菜 这西红柿就是那地里摘的 老村长疑惑的道 我家里也种了西红柿 为什么跟你家的差距这么大 陆小川打了个哈哈道 可能我这几天浇的水多吧 第五章 治病 老村长吃了陆小川的西红柿 感叹道 真好吃啊 我听说你今天去卖菜了 是不是卖的就是这菜啊 陆小川道 是的 我打算把院子后面的那些菜都买了 攒点钱 然后来年扩大种植面积 老村长却说道 小川 你爷爷辛苦把你送进了大学 就是想让你有出息 你怎么能回家种地呢 我看你 还是去大城市找个工作 好好上班 总比在这个穷乡僻壤待着的墙 陆小川说道 以前我也想好好在大城市找个工作 挣点钱 让我爷爷想想轻浮 可是现在爷爷不在了 我也没有那个心了 再说了 即便是在这里种地 我也能种出名堂的 老村长道 爱我还是觉得 你去大城市发展比较好 我今天来是想问你 县城有个单位在招人 你愿不愿意去试试 陆小川道 谢谢村长爷爷 我还是先不去了 等我真的混不下去了 再去找工作吧 老村长叹了口气道 也好 你爷爷刚走 你先缓一段时间吧 我先走了 叶欢说道 村长爷爷 你等等我 说完就向院子后面的菜地跑去 不一会儿 就提了一兜子的西红柿和黄瓜 来到老村长跟前 把两兜子蔬菜递给了老村长 老村长说道 小川 这些东西 你还是留着卖钱吧 陆小川道 后面的菜地里 还有很多呢 够我卖一阵的 这些你拿回去 给我奶奶尝尝 老村长只好说道 那我就不客气了 你别说 你家这西红柿 是真好吃 第二天一大早 陆小川就起床 开始摘蔬菜 到了菜地的时候 陆小川发现 蔬菜的枝条上 又结出了很多的新蔬菜 这可让陆小川高兴坏了 这样 这些蔬菜 就能买不少钱了 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陆小川又摘了 三大框的蔬菜 骑着三轮车 向县城开去 陆小川还是到了 昨天卖蔬菜那个地方 就在陆小川刚摆好蔬菜 一大群大爷大妈 就围了上来 其中一个大妈说道 小伙子 你怎么才来啊 今天你拉西红柿了吗 你不知道 昨天我买回去的西红柿 还没有来得及做饭 就被我孙子和儿媳妇 给吃没了 今天你给我多撑点 陆小川道 好 今天还是跟昨天一样 还是西红柿 黄瓜 还有辣椒 短短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三大框蔬菜 就卖了得一干二净 比昨天还快 卖完蔬菜的陆小川点了 一下收入 比昨天多卖了200多块钱 整整卖了2000多 陆小川收好钱 骑着三轮车 向着不远处的一个中药店开去 到了中药店 里面的一个女店员上前说道 你好 请问你是要买药吗 陆小川说道 你好 请问你们这里有银针买吗 我想买一套银针 那女店员笑着说道 不好意思 我们这里没有银针买 这时 不远处的一个白发老人 走过来说道 小伙子 你学过中医 陆小川说道 学过一段时间 那老人眼睛一亮 开口说道 现在肯学中医的年轻人 可是不多了 正好我这里有一套多的银针 你要是不嫌弃 我就把它送给你吧 陆小川道 那怎么好意思 我还是给你钱吧 那老人哈哈笑着说道 不用了 反正我这里有好几套 就送你一套吧 陆小川拿着银针 连连感谢老人 从中药店出来 陆小川骑着三轮车刚要走 突然他发现 不远处一个老大爷 拿着一个纸箱子 箱子里放着两只小土狗 叶欢眼睛一亮 走上前问道 大爷 你这两只小狗是要卖吗 那老大爷说道 是的 一只一百块 你要是要的话 两只给一百五就拿走 陆小川看着两只机灵的小狗说道 好 这两只小狗我要了 说完就从兜里 掏出一百五十块钱 给了老大爷 然后抱着纸箱子 放到了三轮车后面 骑着三轮车往家里赶去 到家后 陆小川把两只小狗取下来 然后拿了一个馒头 泡了一碗水给小狗吃 可是让陆小川头疼的是 两只小狗闻了闻用水泡的馒头 居然不吃 这可让陆小川头疼了 突然 陆小川想到了戒指 能不能把两只小狗收到戒指里呢 想到就做 陆小川冲着两只小狗一挥手 小狗就不见了踪影 陆小川用精神力向戒指里一看 发现两只小狗正在戒指里撒欢 好像很喜欢那个环境 然后陆小川就把那一碗馒头 拿着进了戒指 然后用泉水泡了一下 这次两只小狗好像特别喜欢吃 不一会儿就吃完了馒头 小肚子吃得圆咕隆咚的 可爱极了 吃饱了的两只小狗 就开始在陆小川脚边撒娇 好像知道陆小川 就是他们的主人了一样 看到小狗吃饱了 陆小川也放心了 就拿着银针 向陆大勇家里走去 到了陆大勇家 看到陆大勇正在院子里 陆大勇看到陆小川 起身说道 小川哥 你进去吧 我先把我爸的衣服洗完 陆小川进到房间里 大勇的父亲看到陆小川来 说道 小川你来了呀 大勇呢 大勇 快来给你小川得到水 陆小川说道 叔叔不用客气了 我来是给你看腿的 一会儿我会给你针灸 过程可能会很痒 叔叔你忍着点 大勇父亲说道 小川你也太看不起 你叔叔了 你就随便来吧 陆小川笑了笑 就取出银针 开始给大勇的父亲针灸了 等把银针都扎好后 陆小川双手 开始在大勇父亲的腿部按摩 同时用灵气滋养 那已经萎缩了的腿部经络 这时 大勇父亲感觉 腿部好像有几万只蚂蚁在爬一样 奇养难耐 双手紧紧地抓着被子 咬牙坚持着 半个小时后 叶欢拔掉银针 问大勇父亲道 叔叔 你感觉腿部有什么变化 大勇父亲惊喜地道 我感觉我的腿部有知觉了 我能感觉到 真的 这时 陆大勇正好进来 他父亲高兴地说道 大勇 我的腿有知觉了 我的腿有知觉了 说完就流下了眼泪 刚进来的陆大勇 听到自己父亲的话 惊讶地说道 爸 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的腿真的有知觉了 陆大勇的父亲 狠狠地点了点头 这时陆小川说道 叔叔 你的腿刚有知觉 你情绪还是别太激动了 第六章 有灵性的狗子 听到陆小川的话 大勇也平静了一下 自己的情绪说道 对 不要太激动了 这时 大勇的父亲 按耐住自己的情绪问道 小川 我这腿真的能够好吗 陆小川笑着说道 应该没有问题 明天我再来给你治疗一下 差不多就可以了 后面就是你自己痒了 要经常按摩腿部 因为你腿长时间没有活动 肌肉有点萎缩 一个礼拜之后 你就可以尝试下床活动了 听了陆小川的话 大勇和他父亲都高兴得不行 这些年 他们父子俩也忍受了太多 现在看见希望了 那种感觉 一般人是体会不到的 这时陆小川说道 叔叔 大勇 那我就先回去了 明天我再过来给你治疗 现在你就好好休息吧 大勇的父亲 听到陆小川要走 急忙说道 小川 这马上中午了 你还是吃过饭再走吧 大勇 去做点好吃的 让你小川哥在家里吃饭 陆小川拦住大勇说道 我不吃了 我家里还有点事 大勇 你有闲时间 就给你爸的腿按摩一下 这样好的快一点 陆小川从大勇家出来 急忙往家里跑 因为他发现 那两只小狗 正在戒指里四处奔跑 把不少灵药都给踩倒了 这可让陆小川着了急 到了家里 陆小川立刻把两只小狗 从戒指里放了出来 然后进戒指里 把那些到了的灵药 重新扶起来 好在都没有断 要不然陆小川的损失可就大了 陆小川从戒指里出来 两只小狗就扑到他脚下打滚 而且陆小川发现 两只小狗都长大了一点 这跟戒指里的时间流速有关 为了不让小狗再糟蹋灵药 陆小川弄了一大堆的木棍 然后陆小川吃了一点东西 就在三轮车上 夹了一块长长的板子 因为他觉得 每天拉的蔬菜有点少 而且茄子都没有采摘过 这次经过这么一改 就可以多拉不少的蔬菜 也可以卖更多的钱 弄完这些东西 陆小川就带着两只 小狗进到了戒指里 然后用泉水 给两只小狗泡了馒头 两只小狗好像特别喜欢吃 用泉水泡过的东西 等小狗吃完了 叶欢就对着两只小狗说道 过来坐下 陆小川就是试试 可是没想到的是 两只小狗真的跑过来 坐到了他面前 小尾巴还一个劲地咬着 这可让陆小川很是激动 然后陆小川又扔出去一个木棍 对着两只小狗说 把木棍捡回来 于是 两只小狗飞快地跑过去 叼起木棍 就跑到陆小川脚下 把木棍放到了他脚下 陆小川高兴得道 好 没想到这小狗这么灵 这可能跟那泉水有关系吧 从今天起 你就叫大虎 你是小虎 就这样 陆小川在戒指里 跟两只小狗玩了好一会儿 然后让小狗自己去玩 而他则开始修炼 陆小川算好时间 一直修炼到了第二天早晨 出了戒指 陆小川就开始采摘蔬菜 因为今天可以拉更多的蔬菜 所以他花了很长时间 才把蔬菜摘完 然后装上三轮车 向着县城开去 半个小时后 陆小川又来到了卖菜的地方 情况跟昨天没有多大的区别 不到半个小时 所有的菜都买完了 陆小川高兴地计算着自己的收入 就在这时 一个胖子来到叶欢身边 对着叶欢说道 兄弟 我看你生意不错呀 怎么样 没少证吧 陆小川看了看对方 也没有多心 直接说道 还行吧 每天能挣个几千块 那胖子眼里闪过一丝贪婪 随后说道 那你每天都在这里摆摊吗 陆小川点了点头 收拾好东西 就骑着三轮车离开了 那胖子看着离开的陆小川 不知道在思索什么 陆小川骑着三轮车 很快就到了家里 放好三轮车后 陆小川就带着银针 向陆大勇家里走去 出了门 走了三十多米 陆小川就到了大勇家里 大勇看到陆小川来了 高兴地说道 小川哥你来了呀 今天你给我爸治疗完 就在我家里吃饭 我都快要准备好了 顺便咱俩喝点酒 陆小川道 大勇 你真不用跟我客气 现在我们两家的条件都不好 等我们改善一下条件后 再好好聚一下 也不晚呢 大勇说道 小川哥 你是大学生 现在回来种地了 虽然不光彩 可是作为从小一起长大的哥们 我也得给你接个风 陆小川无奈地道 好吧 说不过你 一会儿也可以让伯父喝点 也可以活活血 说完就进屋给伯父 开始治疗了起来 半个时辰后 陆小川收了银针 对伯父说道 来伯父 我把你扶到轮椅上 一会儿一起吃饭 大勇都做好饭了 陆大勇的父亲 也一脸微笑地说道 好 今天我也喝两口 都好几年没喝过酒了 现在自己的腿部有了知觉 他也很高兴 陆大勇因为这些年 照顾自己的父亲 做菜的手艺还是不错的 一个鸡炒得很失入味 还有一盘花生米 还有一盘青菜 就简单的三个菜 但适量挺大 陆大勇给他父亲 倒了一杯酒后 就给陆小川和自己倒上酒 陆大勇举起酒杯 对陆小川说道 小川子 谢谢你 要不是你 我爸的腿也不可能好 这杯酒敬你 说完一口就把酒给干了 边上的大勇父亲 赶紧给儿子加了点菜 陆小川看见大勇把酒干了 也只好一口喝了下去 可是陆小川以前 也就喝过一点啤酒 白酒从来没有沾过 这一下把自己呛了一下 接连咳嗽了好几声 脸都红了 边上的大勇父亲急忙道 小川你没事吧 不会喝就慢一点 陆小川运起体内的灵气 一圈以后 感觉自己舒服了 就张口说道 谢谢伯父 我没事 就是不小心呛到了 大勇父亲道 那就好 赶紧吃菜 大勇这孩子做菜 还是很好吃的 第七章 收保护费 陆小川在陆大勇家里 一直喝到了中午一点多 直接把大勇喝的 已经有点大舌头了 这时陆小川 还是一点是没有 大勇父亲看得神奇 张口问道 小川 你酒量怎么会这么大的 陆小川笑了笑道 伯父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天生的吧 这石边上的大勇说道 来 小川哥 我 我们接着 接着喝 陆小川看到大勇这样 知道 他还要照顾他父亲 就从戒指里取出一点泉水 偷偷地放进杯子里 然后让大勇喝了 果然大勇喝了以后 一会儿就清醒了过来 这让边上的大勇父亲 有点不知所措 明明已经喝多了 这怎么突然又没事了呢 于是就抱着酒瓶子 一个劲地在那研究 嘴里还喃喃道 难道这酒是假的 不能啊 陆小川也没有去管 而是提醒让大勇 给他父亲多按摩腿部 然后就回家了 回到家 陆小川就进戒指里 跟大虎和二虎玩了一会儿 然后为了他们一下 就开始修炼起来了 等修炼到9981个大周天的时候 陆小川就又开始学习武技 陆小川看过那几本书 上面不只有各种武技 而且还有一些 类似于法术的东西 可是那要求最低也要练七七 才能尝试修炼 所以陆小川就没有动 在戒指里修炼了一段时间 陆小川出了戒指 算了一下时间 觉得明天卖完菜 应该去接妹妹了 因为他们该放假了 出了戒指的陆小川 带着大虎和二虎 走到了院子后面的菜地边上 大虎和二虎在菜地里跑来跑去 陆小川对着两只狗说了一句 不许破坏菜地里的东西 上一边玩去 大虎和二虎像是 听懂了陆小川的话一样 从菜地里出来 乖乖地坐在陆小川的脚下 陆小川看了一下菜地里剩下的蔬菜 估算了一下 应该还能采摘三次 因为本来种植的就不算多 还是因为那泉水 才让蔬菜的产量变得这么大的 这时陆小川想到了 等这些蔬菜卖完了 自己可以承包村里的土地 自己家边上就有几十亩的土地 因为村里年轻人少 很多的土地都很少打理 估计村民们也会很愿意 承包给自己的 第二天一大早 陆小川照常采摘了四筐蔬菜 骑着三轮车向着县城赶去 半个小时候 然后陆小川到了原先的地点 因为这里的人都知道 他的蔬菜非常好吃 要是换一个新的地方 那价格 估计人们又会抗拒 所以 还是这里比较好卖一点 陆小川把四个大筐搬下来 摆好之后 那些不上班的大爷大妈 不一会儿就围了上来 开始买蔬菜了 这时 昨天跟陆小川说话的那个胖子 领着两个一看 就不是什么好人的男子 向着陆小川的方向走来 三人来到陆小川身边 那胖子看了看买菜的大爷大妈 也没有说话 而是一直看着陆小川手里的钱 慢慢变多 眼里也露出了一丝贪婪 半个小时过去 陆小川的菜买的也差不多了 就剩了一点西红柿 可能是今天采摘的西红柿多的原因 剩下了差不多有十斤左右 陆小川也不打算卖了 今天也买了差不多四千块 现在他想去学校街上妹妹陆小琴 然后回家 可是还没等陆小川把筐拿上车 胖子三人突然上前对陆小川说道 哥们 你在这里摆摊 有没有交过摊位费啊 陆小川停下手里的活 抬头看着胖子三人说道 我不知道什么摊位费 我只知道这里是公共的地方 我在这里摆摊 没有对任何人造成影响 胖子笑着道 别说我没通知你 在这一片地盘上 不管你是干什么 都要向我们交钱 要不然今天你走不了 陆小川愤怒地看着胖子道 我今天就要走 我看你能不能拦住我 花音落下 陆小川就把筐搬到了三轮车上 准备离开 胖子三人看到陆小川真的赶走 招呼一声 三人就瞬间向着陆小川扑来 陆小川害怕三人把三轮车砸坏 因为这是陆大勇家的 就向前一冲 抬腿三脚 就放倒了胖子三人 整个过程速度奇快 因为现在陆小川是宁气圆满 相当于后天圆满的舞者境界 对付三个普通人就跟完一样 胖子三人忍着身上的剧痛爬起来 在路边拿了一根一米多长的木棍 向着陆小川的脑袋砸了过来 陆小川闪身避开 一拳打到了胖子的下颚 然后几下子踢倒了剩下的两人 三人好一会儿才爬起来 对着陆小川说道 好小子 没想到是个练家子 今天是没完 说着话 三人跌跌撞撞的向着远处跑去 这也是陆小川没有敢用力 要是陆小川用了内劲 估计三人最轻也是骨折的下场 看着三人跑得不见了踪影 陆小川有种想大笑的冲动 因为这是陆小川修炼后的第一次出手 这让陆小川有种无敌的感觉 陆小川骑着三轮车 高兴的向着妹妹的学校赶去 这时陆小青的电话也正好打了过来 喂 哥 你啥时候来接我啊 我们放假了 陆小川道 我马上就到你们学校门口了 你在学校门口等我吧 十多分钟后 陆小川骑着三轮车到了学校门口 他远远的就看到陆小青在学校门口东张西望 陆小川在妹妹身前停下三轮车 对着妹妹说道 上车吧小青 我们去买点肉 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陆小青上了三轮车后 笑着对陆小川道 哥 这是大勇哥家的三轮车吧 你怎么骑着来了 三轮车一边往前走 一边说道 我最近在县城卖蔬菜 所以借了大勇家的三轮车 陆小青惊讶地说道 你在卖蔬菜 哪里来的蔬菜 你不是应该找个工作的吗 陆小川笑着说道 先不说这些了 等回家再跟你说 一会儿记得提醒我买瓶酒 陆小川带着陆小青买了一些肉 买了一瓶酒 然后就骑着三轮车向家里赶去 第八章 指责 到了家里之后 陆小川做了他爷爷生前最爱吃的青椒炒肉 然后拿着买的那瓶酒 跟妹妹陆小青 一起向着爷爷的坟墓走去 到了坟墓之后 陆小川把青椒炒肉摆好 倒出白酒 撒在了他爷爷的坟墓前 而边上的陆小青 早已哭成了累人 而且不停地说一些小时候的事情 内容颇为伤感 陆小川也没有去管 因为哭出来之后 对于陆小青来讲更好一些 过了片刻 陆小川对着坟墓说道 爷爷 我现在 开始卖你种的那些蔬菜了 已经挣了一点钱 我相信 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你放心 陆正的坟前待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对着陆正的坟墓说了很多的话 随后 陆小川就带着眼睛红肿的陆小青回了家 到家后 陆小川让妹妹去洗脸 而她则是开始做饭 今天陆小川就买了一些肉 蔬菜都没有买 因为自家有 半个小时后 陆小青来到厨房 陆小川看着已经不那么伤心的陆小青说道 饭菜马上就好了 你先出去吧 陆小青并没有听自己哥哥的话 而是在边上打起了下手 片刻后 饭菜就好了 两人端着饭菜到了屋里 陆小青这时开口说道 哥 爷爷生前省吃俭用过我们读书 就是想将来我们能有出血 可是你现在大学毕业了 不想着去找工作 怎么能在家种地呢 陆小川叹了一口气道 以前我也想在大城市找个工作 等出人投地了 就把爷爷接到城里想想轻浮 可是现在爷爷不在了 我也没有那份心了 因为现在 我就想把爷爷留下的这些地给照看好 本来陆小川是想告诉自己妹妹 关于戒指的事情 可是后来陆小川想了一下 还是忍住了 因为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的道理 陆小川很明白 在自己没有足够的实力之前 这件事 陆小川只能烂在肚子里 因为陆小川现在不知道这个世界上 谁有多深了 在他没有强大起来之前 一切都要小心翼翼 陆小青听了陆小川的话 眼睛红红地说道 哥 我知道你因为爷爷的是很伤心 可是爷爷生前的希望 是让你到大城市去啊 陆小川道 我知道妹妹 可是现在即便是大城市 每个月顶天也就四五千块钱的工资 而且实习期就更少了 现在我卖蔬菜才几天的时间 已经卖了一万多块钱了 等我把剩下的蔬菜卖了 就多承包一点村里的土地 到时候收入比出去打工强很多 再说了 在家里爷爷也近一点不是吗 陆小青没想到 自己的哥哥卖菜这么挣钱 惊讶地说道 现在卖菜都这么挣钱了吗 几天时间 你就卖了一万多块钱 对于现在的陆小青来说 一万多块钱 就是很大的一笔钱了 因为就他们所在的县城 工人的工资 也就一千多两千块钱 陆小川笑着说道 好了 先吃饭吧 一会儿饭菜凉了 陆小青一边拿起筷子 一边说道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卖菜的 但是我只给你一年的时间 如果一年内 你有任何的不顺或者亏损 你就去大城市找工作 陆小川无奈地说道 好 我的好妹妹 哥知道了 赶快吃饭吧 随即两人开始吃起了饭 桌子上摆着四个菜 一个红烧肉 一个青椒炒肉 一个凉拌黄瓜 一个糖拌西红柿 虽然四个菜很简单 可是陆小小就像那小孩子一样 因为在家里吃饭 跟外面是截然不同的心情 尤其是那西红柿和黄瓜 陆小青边吃边问道 哥 这是我们家的菜吗 为什么这么好吃啊 陆小川笑着道 可能是我最近照顾的好 每天除草 还给他们浇水 所以好吃吧 半个小时候 两人吃完了饭 而陆小青直接躺在椅子上 摸着自己的肚子说道 哎呦不行了哥 我吃的太饱了 碗啥的 只能你收拾了 陆小川一头黑线 非常无奈地说道 你也不怕吃胖了 到时候嫁不出去了 我看你怎么办 陆小青瞪了一眼 陆小川说道 我嫁不出去 还有哥哥你啊 我不怕 陆小川听到陆小青的话 正在收拾碗筷的手 突然顿了一下 他想起了爷爷临走前 跟他说的话 让他取陆小青为妻 陆小川摇了摇头 把这些想法都抛之脑后 为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陆小川走出厨房门 到了自己的房间 把大虎和二虎放了出来 这样也好解释一点 因为戒指里时间比例的问题 大虎和二虎已经是大狗了 而且比一般的狗要大很多 四肢很是粗壮 看上去很是凶悍 陆小川带着大虎和二虎 来到陆小青面前说道 小青 这是我买的两条狗 大虎和二虎 你吃得太饱了 刚好带着它两去溜达溜达 陆小青刚开始看到 两只这么大的狗吓了一跳 躲到陆小川身后问道 哥 他们不会咬人吧 陆小川说道 放心吧 大虎和二虎很乖的 你让他们干什么都行 随后陆小川就对着 大虎和二虎说道 坐下 这以后也是你们的主人了 要保护好他知道吗 大虎和二虎 听到陆小川的话 立刻坐到地上 对着陆小川叫了一声 陆小青看到这一幕 眼里全是惊喜 高兴的说道 他们真的能听懂你说的话 好厉害啊 说完就跟大虎和二虎玩到了一起 陆小川则是去收拾碗筷了 陆小川忙完以后 告诉陆小青在家待着 然后自己向着陆大勇家里走去 陆大勇看到陆小川到来 高兴的道 小川哥 我爸的腿现在已经能动了 估计再过一段时间 就可以下地走路了 陆小川拍了拍大勇的肩膀道 今天我再给叔叔治疗一次 这样好的快一点 这时 屋里也传来陆大勇父亲的声音 是小川来了吧 大勇 给你小川哥倒杯水 小川 吃没吃饭呢 大勇 你给你小川哥做点饭吃 陆小川笑着走进屋里 对大勇父亲道 叔叔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 今天我再给你治疗一下 这样好的快一点 估计几天的时间 你就能下地走路了 于是 陆小川抓着大勇父亲的腿 用自己体内的灵气 开始滋润大勇父亲的腿部肌肉 和腰部的神经 第九章 飞哥 陆小川用了二十分钟的时间 帮大勇的父亲 用灵气治疗了一遍 此时的陆小川满头大汗 这是因为 刚才陆小川用光了自己体内的灵气 大勇的父亲 看着陆小川满头大汗 对边上的陆大勇说道 大勇 赶快去给你小川哥打盆水洗洗脸 然后给小川倒杯水 陆小川拦住大勇说道 不用了 我妹妹放假回来了 一个人在家呢 我得赶快回去了 叔叔你好好休息吧 后面就不用治疗了 你自己多调养一下 过几天就能走路了 说完就往外走去 陆大勇一路把陆小川送到了院门口 这时陆小川对陆大勇说道 大勇 我想承包一些村里的地种菜 到时候 我想让你来帮我 陆大勇惊讶地看着陆小川说道 你不会是 真的想当农民吧 那你大学不是白上了 陆小川笑着道 农民有什么不好 再说了这几天 我也打算去找村长爷爷说一下这件事 陆大勇看出来 陆小川是认真的 于是开口说道 我爸的腿马上好了 正好我也没什么活 到时候 你跟我说一声就行 我随叫随到 陆小川拍了拍大勇的肩膀 摆了摆手 就向家里走去 到家的陆小川 看到陆小晴 正在跟大虎和二虎在院子里玩 看到陆小川进来 大虎和二虎 快速地跑到陆小川身边 一个劲地摇着尾巴 陆小川知道 这大虎和二虎是 想喝戒指里的泉水了 于是对陆小晴说道 妹妹 你去拿几个馒头过来 大虎和二虎可能饿了 知道了 哥哥 陆小晴边走边说道 看到陆小晴进屋 陆小川赶快从戒指里 取出一大盆泉水 分成了两份 给了大虎和二虎 喝完全水的大虎和二虎 又吃了两个馒头 然后就懒洋洋地 趴在了门口打起盹来 第二天一大早 天刚亮 陆小川正在睡觉 房间门突然打开 陆小晴走进了房间 哥 快点起床 你不是还要去卖菜吗 我今天陪你一起去 我再睡半个小时 不行 你要是不起 我就欠你被子了 陆小晴鼓着嘴气呼呼地道 陆小川没有理会 可是接下来的一幕 让陆小川直接没有了一点睡意 原来陆小晴真的掀开了陆小川的被子 可是尴尬的是 陆小川只穿着内裤 而且大清早的有生理反应 这一幕让陆小晴尖叫一声 捂着脸跑了出去 已经无比清醒的陆小川摇了摇头 起身穿好衣服 走出房门发现陆小晴 在远处满脸通红的不知所措 好了 你不是要帮哥的忙吗 赶紧拿上筐 咱们去采摘蔬菜 陆小川大声对着陆小晴说道 于是两人到了房屋后面的菜地里 开始采摘蔬菜 二十分钟后 四大筐蔬菜已经放到了三轮车上 小晴 你就别去了吧 在家里陪着大虎和二虎玩 然后抓紧复习一下自己的作业 下午我送你去学校 还有一个月 你们就考试了 你也要上大学了 别到时候考不上大学 陆小川对着陆小晴说道 陆小晴不依不饶道 不行 我要陪你去 说完直接坐到了三轮车上 陆小川无奈地摇了摇头 然后给大虎和二虎交代了几句 开着三轮车就向县城出发了 半个小时后 陆小川就到了他平时卖菜的地方 把四筐蔬菜都搬下三轮车 就等着顾客上门了 不一会儿 一些大爷大妈就陆续地来到了摊位前 开始挑剪起了自己要买的蔬菜 陆小川忙着给大家撑菜 然后陆小晴就负责收钱 不一会儿 蔬菜就下去了一多半 收钱的陆小晴笑得眼睛都成了月眼 这时 一位大度中年男子来到摊位前 看着陆小川的蔬菜说道 你这蔬菜看着挺新鲜的 是自己加重的吗 陆小川笑着道 都是自己加重的 而且没有打过农药 也没上化肥 纯绿色食品 你吃一个就知道了 说着 从筐里拿出一个西红柿 那大度的中年男子也没有在意 拿着西红柿 用手擦了擦 就咬了一口 瞬间那中年男子睁大眼睛 几口就把一个大西红柿 吃进了肚子里 舔了舔嘴唇 中年男子道 你这些蔬菜我都要了 全部给我留着 我这就安排人过来了 陆小川道 我这蔬菜 可是比菜市场的要贵 中年男子无所谓的摆了摆手道 没事 我全要了 而就在这时 从远处走过来十多个人 里面就有昨天找陆小川 收摊位费的那三个人 陆小川把陆小情户在身后 这时边上的那中年男子 也发觉了不对劲 对陆小川道 他们是来找你麻烦的吧 需不需要帮忙 我可以叫人来 陆小川笑着说道 多谢 不需要了 这些人 我还是可以解决的 这时 那十多个人 已经走到了陆小川的摊位前 陆小川也直接赢了上去 这时 那昨天的胖子开口说道 飞哥 就是这个小子 不交摊位费 还打了我们 那个被叫做飞哥的男子 一米八的身高 看上去恐无有力 嘴上叼着烟说道 昨天就是你打了我的人是吗 陆小川点了点头道 没错 是他们要收我什么摊位费 所以我打了他们 怎么样 飞哥笑了笑道 还怎么样 今天你有两条路走 一条 是赔偿我兄弟两万块钱 一条就是 我打断你一条腿 你自己选吧 这时 后面的陆小情跑过来 抱着陆小川的胳膊道 你们这是敲诈 我要报警抓你们 那飞哥上下 看了看陆小情 坏笑着说道 还有个美人在这 怎么 心疼了 行 你答应陪我一晚上 这事 就算两亲怎么样 陆小情气得满脸通红 刚要说什么 这时 陆小川对着陆小情道 你先到后边去 说着 把陆小情推到了三轮车旁边 然后陆小川走到那飞哥面前道 如果你今天只是找我麻烦 我还能忍着 可是你刚才对我妹妹不敬 那就不要怪我了 第十章 亮下你的眼 刚说完话的陆小川 一脚直接把那个飞哥 给踹出去了五米多远 一目不止 震惊了剩下的十多个混混 而且把边上的陆小情 和那个中年男子 也给惊到了 要知道 那个叫飞哥的人 起码也有180斤的体重吧 就这么一脚 就给踹出去了五米远的距离 实在是太过震撼 而那飞出去的飞哥想爬起来 可是失败了 于是他咬着牙 对手下的人说道 给我 给我废了他 于是 十多个混混 就向着陆小川冲了过来 有的还从兜里掏出了匕首 陆小川一个闪身 冲进了人群里 用他在戒指里学的那些 武学不到半分钟 十多个混混 就躺在地上呻吟 一时爬不起来 陆小川走到那个叫飞哥的面前 蹲下对着飞哥说道 你叫飞哥是吧 今天我告诉你 我就是想卖我的菜 你们不来惹我 我也不会惹你们 如果你想跟我玩 我奋陪到底 说完后 陆小川走到妹妹身边 摸了摸陆小青的头道 没有吓到你吧 陆小青摇了摇头 兴奋地看着陆小川说道 哥哥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 陆小川看着一点 也不害怕的陆小青 一头的黑线 好了 这些等回去再说吧 这时 那十多个混混爬起来 到了那飞哥跟前 把他扶了起来 那个胖子对飞哥说道 飞哥 这是不能这么算了 下次 砍了这小子 那个叫飞哥的 听了胖子的话 一巴掌打到了胖子的后脑勺上 张口骂道 你个小癖犊子 今天的事 就是因为你而起的 你还想报仇 你看不出来 这小子是个恋家子吗 从他刚才的出手上看 估计浩天武馆的馆主 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 边上的混混听了 脸上都露出震惊的表情 因为这个浩天武馆的馆主 曾经因为跟黑社会闹出矛盾 独自一人挑战了 黑帮的三十多个成员后 全身而退 自从那次后 没有那个势力 敢找浩天武馆的麻烦 这个卖菜的小子 比浩天武馆的馆主还厉害 那还了得 这时 那胖子嘴里骂骂咧咧的道 靠 有这么好的本事干啥不好 居然来卖菜 真是脑子进水了 只听得啪一声 胖子的后脑勺 又挨了一巴掌 那个叫飞哥的对胖子道 还在这儿过嘴瘾呢 赶快送老子去医院 我感觉我肋骨好像断了 这时 那大肚子的中年男子 快速地走到陆小川身边说道 兄弟 真看不出来 你还有这本事呢 肯定是学过舞吧 这伸手都能自己开舞馆了 陆小川笑着道 我这就是跟别人学了两年 上不了台面 哦对了 这蔬菜你还要吗 那中年男子道 要啊 必须要 一会儿就有人过来拉 对了兄弟 你这蔬菜产量怎么样 要不然 你直接给我的酒店供应蔬菜得了 陆小川听了后眼睛一亮 高兴地说道 现在蔬菜剩的不多了 你要是要可以全部给你 后期我的产量会变大 到时候就可以大量供货了 中年男子高兴地掏出一张名片 递给陆小川道 这是我的名片 等你蔬菜下来后 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了 哦明天 我派人去你家里拉剩下的菜 你把地址告诉我 陆小川看了一眼名片 上面写着 福满楼董事长王福 下面一个电话 陆小川惊讶地说道 你就是我们这县城 最大的两家酒楼福满楼的老板 王福笑着道 可别这么叫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以后就叫我一声老哥就行 陆小川知道 这是遇到贵人了 于是笑着叫道 好 以后我就叫你王大哥 你就叫我小川就行 这是我妹妹陆小情 三人正聊得开心的时候 拉菜的车来了 从车上下来两个男子 走到王福身前说道 老板 我们是经理派过来拉菜的 王福指了指地上 还剩一半的蔬菜说道 就是这些蔬菜 一会儿拉回去告诉经理 这些菜先别动 我有用 知道了没有 两个男子点了点头 把菜装到车上就走了 王福从随身的包里 拿出三千块钱 递给了陆小川 陆小川看了看钱 说道 王大哥 这钱有点多了 菜钱一共是一千九百八 王福笑着道 你就拿着吧 明天 不是还要上你家拉菜吗 就当是定金了 我家就在这个小区 上去喝点水 陆小川摇了摇头道 不了 王大哥 我还要带着我妹妹转转呢 等有时间我们再聊 王福看着骑着三轮车 离开的陆小川 嘴里喃喃道 陆小川 还真是个奇人 从刚才的伸手来看 绝对不是个简单的人 坐在三轮车上的陆小情 高兴地对着陆小川说道 哥 你猜今天我收了多少钱 大概有两千六七百块钱吧 陆小川毫不犹豫地说道 陆小情惊讶地道 你怎么知道的 你是不是偷偷看我数钱了 陆小川抬抬头道 我现在可是卖菜的老板 卖出去多少菜 我心里是有数的 旁边的陆小情翻了个白眼 然后高兴地喃喃自语道 两千六百八十块 加上你的三千块 就是五千六百八十块 哇哥 今天我们赚了五千多块啊 陆小川说道 中午想吃什么 哥请你吃好吃的 我还要攒钱呢 你也要承包村里的土地 还是省着点花吧 陆小情随后又继续说道 我还想吃你昨天做的菜 太好吃了 咱们买点东西 回家去吃吧 陆小川点了点头说道 也行 今天我们带点肉排骨啥的回家做 顺便叫大勇和他父亲来家里吃饭 最近老师用大勇家的三轮车 得好好谢谢你大勇哥 陆小情兴奋地说道 好啊 人多吃饭热闹 走喽 我们买肉去了 陆小川带着陆小情 在菜市场买了一点肉 又买了一些排骨 还买了两瓶酒和一些啤酒 然后骑着三轮车 向家里行去 第十一章 承包土地 陆小川骑着三轮车到家后 安排让陆小情 先洗蔬菜啥的 自己出了门 就向着村长家走去 到了村长家 陆小川看到村长 正坐在门口抽着烟 陆小川上前喊道 村长爷爷 干啥呢 老村长一抬头看到陆小川 笑着说道 没干啥 就是想点事 小川你过来 是不是有事找我呀 村长爷爷 我来一时有事情跟你商量 二是 想让你去我家里吃饭 陆小川笑着说道 老村长点了点头道 行 我一会就过去 随后 陆小川又去了大勇家里 大勇父亲一听 小川请他们吃饭 死活不同意 说是 应该他们请小川吃饭 小川是他的大恩人 随后小川说 自己想承包村里的一些土地 到时候想让大勇过去帮忙 这才同意 而且还说自己别的不行 重的是一把好手 通知完了以后 陆小川就回到家里 准备开始做菜了 二十分钟后 村长和大勇俩人 一块走进了陆小川家的院子 大勇推着他父亲 虽然现在大勇父亲的腿有之绝了 但是还是不能直接走路 陆小川让陆小勤 给三人把水给倒上 说饭菜马上就好 这时 大勇看到不远处趴着的大虎和二虎 惊讶地说道 小川哥 这狗 你是啥手养的 正在弄菜的陆小川 听到陆大勇的话 大声地说道 我前几天卖菜的时候遇到的 然后我就买回来了 老村长和大勇的父亲 嘴里嘖嘖道 这两条狗可是好狗啊 看样子还能长呢 小川真是捡到宝贝了 这时屋里的陆小川喊道 小青 过来端菜 听到陆小川的话 陆小青赶紧往厨房跑去 边上的大勇也赶快过去帮忙了 不一会儿 桌子上就摆了六个菜 因为农村的菜分量都大 都是用盆上菜 让原本就不大的桌子 显得更加拥挤了 陆小川洗了把手 给老村长和大勇父子俩都倒满酒 然后招呼大家开始吃饭 这一下筷子 几个人都惊讶了 他们没想到陆小川的菜做得这么好 尤其是那黄瓜 西红柿和茄子 老村长一边吃 一边问道 小川啊 你这菜做得还真是不赖 啥时候学的这手艺啊 边上的陆小青笑嘻嘻地说道 村长爷爷 这可不是我哥手艺好 而是这蔬菜本来就好吃 这时老村长想起来 上次在陆小川家吃的那西红柿了 惊讶地道 我差点忘了 你们家的蔬菜本来就很好吃 你说也奇怪了 一个村里种出来的蔬菜 怎么会差距这么大呢 陆小川笑着说道 别想这个了 来村长爷爷 大勇 还有叔叔 我敬你们一杯 今天吃饭 一是为了感谢你们 这其二是有事 跟你们商量一下 你们帮我出出主意 大家喝了一口酒以后 老村长说道 小川 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你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有任何是我 这把老骨头都帮你 陆小川开口道 我想承包一些土地 但是不用太多 就有八亩或者十亩就差不多了 再多了 我也没钱 最好就是在院子后面 我家的地旁边 村长听了陆小川的话 叹了口气道 看来你还是决定 要在农村待着 这样吧 我家里有八亩多地 就在你家院子后面 跟你家的那地连着呢 你要是想种 就去种吧 我这岁数大了 也种不动了 地慌着也是慌着 陆小川一听 高兴的说道 行 村长爷爷 那我就按一亩地 一年给你六百块钱吧 老村长一听 急忙说道 小川 这可不行 那地反正也慌着呢 你就去种吧 再说了 人家外面来包地的 也只得五百 你是不是傻 边上大勇父亲也说道 对啊 小川 现在你妹妹还在上学 你也没有工作 挣是要钱的时候 你可得省着点啊 陆小川考虑了半天 对老村长说道 这样吧 村长爷爷 我给你一亩地五百 这钱你必须收着 要不然 这地我也不中了 老村长无奈得道 咋吧 那那地就算八亩吧 你也不用着急给我钱 等你啥时候 有钱了给我就行 陆小川从自己兜里 掏出一达厚厚的钱 数了一达地给老村长道 村长爷爷 这是六千块钱 是一年的土地 和上次爷爷葬礼花的钱 一并都给你 老村长刚开始不收 后来被陆小川给磨的 只好收了下来 几个人就开始一边喝酒 一边聊天 这时陆小川对陆大勇说道 大勇 等你父亲腿好了以后 你过来 给我帮忙吧 我一个月给你三千块钱 要是笑意好 还有红包 怎么样 陆小川这句话 把几人都吓了一跳 老村长是听到了 大勇父亲的腿好这句话 要知道 大勇父亲的腿 可是上大医院看过的 说是治不好 现在怎么说腿好的事呢 而大勇和他父亲 则是被三千块钱的工资给惊呆了 要知道 大勇父亲去工地上干活 辛辛苦苦一个月不加班的话 也就挣两千三四百块钱 但是那是在城市里 这可是农村啊 这么高的工资 给大勇和他父亲惊到了 回过神来的大勇父亲 急忙说道 小川 这工资是不是太高了 这样你会亏本的 还是按照县城的工资标准来吧 陆小川笑着说道 放心吧叔叔 亏不了本的 我这蔬菜现在销路都有了 就怕没有蔬菜啊 听到陆小川的话 大勇和他父亲才安心了一点 而边上的老村长 一个劲地盯着大勇父亲的腿看 陆小川疑惑地问道 村长爷爷 你在看什么啊 老村长问道 刚才你说大勇父亲的腿能好 这是怎么回事 这石边上的大勇高兴地说道 村长爷爷你不知道 我爸的腿有知觉了 再过一段时间就彻底好了 这都是小川哥的功劳 是他把我爸爸治疗的 老村长惊骇地看着陆小川道 小川你会医术 我们咋不知道 陆小川笑着道 我就是在上学的时候 跟着一个老中医学过一段时间 回来刚好就帮着大勇父亲试了一下 没想到真的会有效果 第十二章 开启种地模式 老村长一边喝酒 一边感叹地说道 小川啊 你是个人才 学历又高 人又聪明 待在这山村里 真是屈才了 陆小川苦笑了一下道 那有什么屈才不屈才的 每个行业都要有人开干 而且都会有人干出名堂的 啥也不说了 来喝酒 四个人喝了两瓶白酒 又喝了一些啤酒 因为天气热 喝点啤酒舒服一点 最后几人都喝得有点迷糊 陆小川把几人都给送回家 然后回来收拾了一下 就告诉陆小晴 自己要睡一会 别打扰他 陆小晴以为自己的哥哥喝多了 就没有在意 而是在院子里 陪着大虎和二虎玩了起来 而陆小川则是把门反锁上后 进了戒指里 感受着戒指里那浓郁的灵气 陆小川开始修炼 陆小川在戒指里修炼了好长时间 感觉就快要突破到练七七了 可是就是差那么一点点 陆小川也不着急 有这个戒指 他相信自己很快就能突破 到时候 自己就可以学习那些修炼者的法术了 而且跟舞者对应的先天境界 可是能够内力外放的 想想就让陆小川激动 一直到了下午四点钟 陆小川出了戒指 对着陆小晴说道 赶快收拾一下东西 我现在送你去学校 陆小晴可怜兮兮的 对着陆小川说道 哥 可不可以不去学校 我想在家陪你 陆小川板着脸道 不去学校也可以 赶明找个人家 把你给嫁了 这样你就不用去上学了 陆小晴一听 赶忙说道 好吧 我还是去学校吧 陆小川把妹妹送到学校之后 就快速地回到了家里 这时已经是五点钟了 陆小川简单地吃了点饭 就带着大虎和二虎进了戒指 陆小川给大虎和二虎为了点吃的 又给了他们一点泉水 然后让他们让一边去玩 自己又开始修炼了 现在只要是一有空 陆小川就修炼 他想早日修炼到一个比较强的境界 那样 他才有实力保护自己的秘密 第二天一大早 陆小川就带着大虎和二虎出了戒指 因为今天王府要安排人过来拉蔬菜 陆小川要早点起来 把蔬菜都摘好 到时候人一来 直接就装车了 方便省事 陆小川用了四十多分钟 把整个菜地里的所有蔬菜都采摘了下来 辣椒和茄子用编织袋装好 西红柿和黄瓜用筐装好 整齐地放在地头上 然后就把所有的蔬菜秧都给拔掉了 陆小川准备等蔬菜拉走之后 大虎和二虎开始叫了起来 陆小川阻止了他们的叫声之后 到了院子前面 就看见老村长领着两个年轻人在门口站着呢 看到陆小川过来 老村长说道 小川 这两个人说是来找你的 我把他们领过来了 陆小川说道 谢谢村长爷爷 这时那两人微笑着说道 您就是陆小川陆先生吧 我们是王总派过来拉蔬菜的 陆小川道 你们不用这么客气 我就是一个小农民 走吧 把你们的那车开着 蔬菜我都采摘好了 直接过一下车就能装车了 于是 两人开着一辆小货车 绕过陆小川家的院子 一直到了后面的菜地边 陆小川拿着撑 开始一一把蔬菜都撑了一遍 那两人也做着记录 最后所有的都弄完以后 算出来八千三百块钱 两人也没有说啥 直接就掏出钱来递给了陆小川 可能是来的时候 王府给他们交代了 陆小川看了看手里的钱 然后递回去一千块钱说道 这是上次你们老板下的定金 今天给你们老板退回去 两人也没有说啥 直接就开始装蔬菜了 陆小川也帮忙 几下子就把蔬菜给装到了车里 然后两人客气的跟陆小川告了个别 就开着车走了 随后陆小川就去找村长了 他想让村长找个拖拉机 把那些地都翻一遍 然后安排几个人种蔬菜苗 村长打了个电话 叫来了隔壁村的一个拖拉机 总共十亩地 要六百块钱 这还是看在老村长的面子上 要少了一点 要知道 这地翻下来 油钱都不少的 一切都安排好以后 只等了半个小时 拖拉机就来到了天河村 陆小川带着到了自己的地里面 告诉了对方怎么弄 拖拉机就开始在土地里 四处奔跑了起来 差不多十亩地 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 下午五点多才算完事 陆小川把钱给对方 然后又把提前准备好的两包 淹塞给了对方 对方高兴地跟陆小川说了几句 就开着拖拉机回家去了 地也弄好了 老村长把人也找好了 只要明天把蔬菜苗买过来 就可以栽种了 第二天一大早 陆小川就骑着三轮车 向县城出发了 半个小时后 陆小川到了县城 找了好几家蔬菜育苗的店 都说是现在已经有点过季节了 即便是重上 赶在天冷之前 也收不了多少东西 所以秧苗都没有了 这下陆小川有点着急了 要是没有蔬菜秧苗 那地可就只能慌着了 就在这时 一个卖秧苗的老板 对陆小川说道 你去县城北边的二号路 哪里有一家店 是一年四季都有秧苗 因为他家都是大棚里域的苗 陆小川听到对方的话 高兴地连说了好几声谢谢 然后骑着三轮车 向着北边的二号路行去 到了地点之后 陆小川进了门店 里面一个中年男子 穿着一个白色的背心 看到陆小川进来 赶紧招呼道 你好你是要秧苗的吧 我这里什么秧苗都有 你可以随便看看 陆小川微笑着说道 我有十亩左右的地 想买一些蔬菜秧苗 老板你看多少株秧苗合适 老板问道 十亩地是都要种蔬菜吗 还是要种一部分水果啥的 陆小川眼睛一亮 看着老板问道 你这里除了买蔬菜秧苗外 还买别的吗 老板笑着说道 不是我跟你吹 这个县城我这里的东西是最全的 我这里不只有各种蔬菜秧苗 而且还有西瓜 香瓜等种子出售 怎么样 要不要来点 第十三章 小情求救 陆小川最后在老板的介绍下 分别买了西红柿苗 辣椒苗 黄瓜苗 茄子苗 还更买了两包西瓜和香瓜的种子 所有的东西 一共算下来 花了八百多块钱 也不算贵了 陆小川赶回家 老远就看到 老村长带着村里的男女 一共十二个人 在自己家门口站着呢 陆小川指了指三轮车里的 秧苗和种子 跟大家说道 这里面是一些蔬菜秧苗 和西瓜和香瓜的种子 你们今天就把这些秧苗给种上 还有西瓜也一样 这时 里面的一个中年妇女开口道 小川你就放心吧 我们都是一个村的 你直接告诉我们 哪儿种什么就行了 别的你就放心吧 我们都种了一辈子地了 这方面你就放心吧 陆小川带着大家 到了院子后面的土地 给大家说了一下 那块土地种什么 大概分了一下 并告诉大家 一个人一天八十块钱 刚开始陆小川还觉得少 可是老村长说道 差不多了 别的村里找人上地里干活 一天才六十 八十已经不低了 陆小川只能听老村长的了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陆小川看了看 也没有自己什么事 这也中午了 就回到了院子里 准备整点东西吃 因为大清早起来 到现在一口东西都没吃 就在这时 陆小川的电话响了 陆小川接起电话 里面传来他妹妹陆小琴的声音 哥 你过来接我一下 我好害怕 陆小川刷的一下站了起来 在电话里问道 怎么了小琴 有什么事慢慢说 陆小琴带着哭腔 对陆小川说道 哥 我刚才出来吃饭 有几个男的一直缠着我 我害怕就躲到厕所里 可是他们还在外面敲门 我好害怕 陆小川心里的火腾的 一下就起来了 问清楚地方后 让陆小琴就在厕所里带着 他很快就到 陆小川心急如焚的 骑着三轮车 向县城冲去 这次陆小川 只用了十九分钟 就到达了县城 一路上就跟飞似的 到了地方以后 陆小川就冲进了 一个不大的饭店 进去后看了一圈 发现在饭店的最里面 三个染着黄头发的青年 正在使劲地 敲打着饭店厕所的门 陆小川知道就是这里 几步走上前去 推开三个黄毛 对着门说道 小琴你在里面吗 哥哥来了 不用害怕了 这时厕所的门打了开来 陆小琴从里面走了出来 看到陆小川 直接扑到了陆小川怀里 哭了起来 这时其中一个黄毛 上前两步说道 我说哥们 啥事都有个先来后到吧 怎么你想办到结果 陆小川眼里寒光一闪 一个大嘴巴 就把那说话的黄毛 给扇到了地上 这一下 让对方的牙掉了两颗 嘴角全是血 黄毛看着自己掉的两颗牙 对身边的两个人说道 给我干死他 边上的两人 立刻向着陆小川冲了过来 陆小川抱着陆小琴 连地方都没动 直接踢出两脚 那两人就到飞了出去 砸到了好几张桌子 那带头的黄毛 看到这阵势 知道自己等人 不是陆小川的对手 直接拿出手机 对着陆小川说道 你有本事给我等着 我叫人过来 这时陆小琴 对陆小川说道 哥 要不咋走吧 一会儿万一他叫人过来 我们就危险了 陆小川道 这件事 今天 我必须彻底解决 要不然我怎么能放心你 自己在这里上学 陆小琴感动地说道 谢谢哥 你对我真好 过了有十多分钟 饭店门口进来十多个人 那黄毛眼睛一亮 立刻跑上去 对最前面的一个男子 说着啥 这时 陆小川嘴角露出了微笑 因为他看到了熟人 没错 这近来的十多个人 正是上次找陆小川麻烦的 那个叫飞哥的人 这时 那个叫飞哥的 也看到了陆小川 几步走到陆小川身边说道 大哥 你怎么在这里 黄毛惹的人 不会就是你吧 陆小川看了看飞哥 冷声地说道 你说呢 看来上次我就不应该留手 直接让你住院才对 飞哥听见陆小川的话 吓得一个哆嗦 连忙说道 您放心 我立刻处理这件事 话音落下 飞哥转身 给我打 让他们三个知道知道厉害 三个黄毛从刚开始 飞哥跟陆小川说话 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现在想跑也来不及了 顿时被十多个人围着一顿打 不到片刻 就已经鼻青脸肿了 这时陆小川说道 我不希望我妹妹 以后在学校附近让人欺负 飞哥瞬间就明白了陆小川的意思 赶紧说道 大哥你放心 以后你妹妹的安全就交给我吧 我保证没有人敢动她一根手指 而就在这时 饭店进来六个警察 看着凌乱的饭店 警察大声问道 刚才有人报警说 这里有人打架 是谁打架 自己站出来 飞哥既可以站出来说道 是我打的架 警察看了看飞哥说道 大飞 你别以为自己带几十个小弟 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劝你最好老实点 大飞还要说什么 这时陆小川说道 是我打的架 跟他没有关系 警察看了看陆小川 又看了看受伤的黄毛三人 说道 都带走 这时陆小情大声说道 你们不能带走我哥 我哥是因为保护我 才打他们的 他们才是坏人 陆小川摸了摸陆小情的头 对陆小情说道 赶快回学校去 我去派出所做个口供 就直接回家了 有什么事 随时给我打电话 陆小川和黄毛三人 被带到了派出所 经过一番审讯 做笔录 陆小川被断定为正当防卫 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亲人 才动手的 所以做完笔录就没事了 黄毛三人 因为寻衅滋事 被罚款五百元 拘留五日 也算是罪有应得了 出了派出所的陆小川 给陆小情打了个电话 告诉他 自己没事了 让他自己多注意安全 陆小川一边打电话 一边走到来时 停三轮车的地方 骑上三轮车 向着家里走去 第十四章 着急的王福 回到家的陆小川 看到村民们 已经快要把蔬菜苗和瓜种 都弄完了 心里也很是高兴 一扫之前的阴霾 不一会儿 老村长就来到陆小川家 对陆小川说道 小川 活差不多都干完了 你去看看吧 陆小川笑着说道 都是乡里乡亲的 我还能信不过他们吗 一会儿陆小川把所有人的工资 都接完了 大家一人拿着八十块钱 高兴的对陆小川说道 小川啊 以后有活记得找我们啊 我们干别的不行 种地方面 我们可是一点也不含糊 陆小川笑着答应了下来 看着村民们都走了 陆小川从戒指里 打出一大桶的泉水来 然后拿了好几个铁通 给稀释了一下 拿着一个喷雾器 开始挨个给土地喷洒 那稀释的泉水 陆小川是真的不敢 把这活交给别人 因为要是让有心人发现了 拿着这泉水去检测一下 那可就麻烦了 谁也不知道 会检测出什么 惊世骇俗的东西来 一直忙活到天都黑了 陆小川总算是把 所有的泱苗和种子 都用泉水喷洒了一遍 回到家 陆小川给大虎和二虎 喂了点东西 然后就带着进入了戒指里 现在大虎和二虎 已经不会去糟蹋 那些灵药了 因为陆小川说话 他们基本都能听懂了 所以陆小川也不害怕 那灵药受到他们的糟蹋 陆小川盘腿 就开始专心地修炼了起来 灵气在他体内一圈圈地转动着 就这样一直修炼到了第二天早晨 陆小川感觉 下次自己肯定能突破到练气期 出了戒指的陆小川 在院子里打了几套 书上学来的掌法和腿法 而且还有轻身的功夫 陆小川脚一蹬 就轻松上了自家的平房 这要是让外人看到 会以为是哪个武林高手呢 练习了半天 陆小川吃了点东西 正准备去院子后面 看看蔬菜啥的 突然电话响了 陆小川刚接起来 里面就传出来 王福着急的声音 陆老弟 你家的蔬菜还有没有了 赶紧给我来一点应应急 陆小川疑惑地说道 上次都卖给你了 一点也没有了 但是现在 我已经种上新的了 过一段时间 就有新的蔬菜了 王福着急地说道 老弟啊 现在种上等吃到菜 要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啊 黄花菜都凉了 陆小川问道 王大哥 到底出什么事了 王福叹了口气道 上次你的蔬菜哦 做了一个品牌菜 买的比原来的菜贵一点 可是那些有钱的人 却吃上瘾了 天天来吃 而且还打包 几天的时间 那些蔬菜就没了 现在他们天天给我打电话 要吃你的菜 我现在完全没有办法了 陆小川无奈地苦笑道 王大哥 这我也没有办法啊 不过我这蔬菜生长 比别的快一点 应该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就有新蔬菜可以采摘了 到时候我打电话给你 你直接派人过来就行了 王福无奈地道 只有这样了 陆老弟 你有时间可以来赴满楼做做 让老哥 我好好招待招待你 陆小川笑着道 谢谢王大哥了 等有时间 我一定去 挂了电话后 陆小川来到院子后面的菜地边 让陆小川高兴的是 那些蔬菜苗 全部都长是良好 没有死亡的迹象 而且西瓜和香瓜 已经有嫩芽 冒出了土壤 陆小川高兴之余 心里想到 这泉水绝对是好宝贝 有如此的效果 那我以后的生活 绝对会越来越好 陆小川在菜地周围 巡视了一圈 大虎和二虎 也跟着陆小川屁股后面 看着两只聪明的狗 陆小川说道 以后 你们每天都要来 巡视这边的菜地 但是不能破坏地里的东西 知道吗 陆小川一边说 还一边用手比划着 大虎和二虎 好像是明白了陆小川的意思 瞬间就围着菜地周围跑了起来 片刻后转了一圈 回到陆小川身边 摇着尾巴 好像是在炫耀他们的功劳一样 陆小川摸了摸大虎 和二虎分脑袋 给他们喂了一些泉水 就向家里走去 这时陆小川的电话又响了 陆小川疑惑地接起了电话 里面传来了一道声音 小川 你家里的事情忙完了吗 啥时候回来 我找到工作了 而且 我跟我们领导说了 只要你过来 肯定有你的位置 陆小川心里暖暖的 打电话的是 当初陆小川回来识问 陆小川的那个胖子 也是陆小川大学时候的社友 大学四年 陆小川只有跟这个胖子 能玩到一起 而且两人的关系也很好 陆小川对着电话说道 谢谢你王雷 我不打算去城市工作了 现在我在家里种地 以后我就是一个农民了 你有时间可以到我家里来玩 我们这里风景还是很漂亮的 电话里的王雷 瞬间声音提高了八度 大声地说道 什么 众地 你小子是不是发烧了 四年大学上 出来你居然去种地 你是不是疯了 陆小川笑着说道 种地没啥不好的 现在我种地的收入也是不低的 你要是知道 肯定会眼红的 王雷无奈地道 看来你是真的打算种地了 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 行吧 等我有时间 就去你家里找你 记得给我杀只羊 还要杀几只鸡 好酒好菜都给我整上 要不然我可饶不了你 陆小川笑着道 放心吧 肯定不会让你恶受的 挂了电话以后 陆小川感觉自己彻底地放了下来 现在陆小川才真正地感觉到 自己的心灵一阵轻松 抛开一切杂念 陆小川进了戒指 盘腿开始修炼了起来 不一会儿 陆小川周围就聚集了一大团的 白色的像雾一样的东西 这要是让舞者看见 指定能被吓死 因为那全是灵气 这也就是陆小川修炼的是修真的功法 要是舞者的话 根本就不可能会聚集这么多的灵气 而此时的陆小川 感觉自己体内的灵气 开始四处游走 而且逐渐向着一些 没有打通的经脉冲了过去 第十五章 练气期 陆小川感觉自己 体内的灵气开始四处游走 这是要冲破关口 突破修为的征兆啊 于是陆小川赶紧收敛心神 控制着灵气 开始冲击自己的天地二桥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天地二桥迟迟无法突破 这时陆小川有点着急了 因为冲击天地二桥时 那种经脉的疼痛 是让人无法忍受的 这时的陆小川咬了咬牙 强忍着疼痛 然后控制着体内的灵气 缓缓地游走在经脉里 然后突然猛烈地 向着天地二桥冲去 陆小川只觉得 自己的脑袋里轰的一声 人整个躺在了地上 然后整个人 被一种疼痛所包围 脑海里也剧痛无比 可是慢慢地 陆小川感觉 自己的这些疼痛开始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舒爽的感觉 陆小川起身 盘腿坐好 感受了一下 感觉自己的灵台异常清明 而且自己身体周围 三十米内的一切东西 都不用去看 全部都清晰地出现在了 陆小川的脑海里 而且陆小川感觉 自己体内的灵气 从一条小水渠 变成了一条大河流 这种感觉无比的舒服 陆小川站起身 适应了一下 实力暴涨的身体 然后脚底一动 身形就出现在了 十多米开外 速度快到普通人都看不清楚 然后陆小川手掌一番 一掌打向了不远处的土地 顿时土地上出现了一个几十公分身的手掌印 陆小川棱棱棱地看着那个大手掌印 片刻后 哈哈大笑道 我也是一代大侠了 我也有绝世武功了 片刻恢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之后 陆小川开始仔细地研究 这次突破 给自己带来的好处 如果是无修者 突破到先天境界的标志 就是可以内力外放 隔空伤人 摘叶飞花 就可以伤人 甚至是杀人 但是修真者 不只是体内更高级的灵气可以外放 而且有了神识 现在陆小川可以清晰地感知到周围三十米以内的任何动静 而且更重要的是 陆小川现在可以学习那些书里面记载的术法了 于是陆小川开始仔细翻看 那本记载有很多术法的书 可是翻看到第二页 陆小川就看不下去了 因为后面的内容 陆小川一看就投云眼花 陆小川觉得 自己这是修为不够 后面的内容无法学习 于是就在前两页上看了起来 第一页记载的是浮禄的制作 当然只是初级的浮禄 第二页是初级掌心雷 仔细地观看了半天 陆小川开始学习掌心雷 因为现在学浮禄没有用 因为他没有相应的东西 就这样陆小川练习掌心雷 一直练到了下午天快黑了 这在戒指里的时间来说 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了 而陆小川也彻底地掌握了初级掌心雷的使用 出了戒指 陆小川想实验一下自己的掌心雷 看看威力有多大 可是又不能在自己家院子里 于是陆小川脚底一动 身体腾空 向着不远处的大山飞去 到了大山里 陆小川找了一个没有树木 全是石头的地方 因为他害怕引发火灾 在全是石头的地方安全一些 一切都准备好之后 陆小川催动体内的灵气 手掌向着前方的一块电视机大的石头 发出了一掌 只听咔嚓一声 雷光一闪 远处的那块石头 被一道淡紫色的闪电劈中 那块石头顿时变成了碎石块 陆小川看着自己的手掌无比的兴奋 因为那本书上介绍说 这掌心雷是鬼屋的克星 虽然陆小川没有见过鬼 可是自从发现这个戒指的秘密以后 陆小川就知道 这个世界上肯定是有鬼的 只是很少见到而已 这一下陆小川有了掌心雷 而且威力如此巨大 也让陆小川有了很大的底气 陆小川正在高兴之余 突然听到远处的树林里 有打斗的声音 这让陆小川很是惊讶 因为这天河村周围的大山 一般都是人际罕至 没有人会来这里 怎么会有打斗的声音呢 于是陆小川脚下一动 向着声音发出的地方急迟而去 片刻间就略出了百十米的距离 到了地方后 陆小川落到了一棵大树上 向着树林里看去 只看见三个黑衣人 正在和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子在打斗 那个二十七八岁的男子 是一个午休 是后天中期进见 那三个黑衣人 有一个后天中期 两个后天初期 这时 那个二十七八岁的男子 一边打 一边说道 今天不把东西留下 你们是无法离开这里的 我劝你们 还是乖乖把东西交出来 那三个黑衣人里的一个出声道 你爹 不时抬去地干活 死啦死啦地 在树上的陆小川眉头一皱 心里很是诧异 这怎么是忍者 忍者到这里来干什么 这个中年男子又是干什么的 就在这时 那个中年男子又说道 我们龙祖的支援马上就来了 你们今天走不了了 树上的陆小川 听到那中年男子的话吓了一跳 龙祖 这不是小说中存在的组织吗 怎么现实中真的有 这时 那中年男子 在三个忍者的围攻之下 手臂被一刀砍中 顿时血流如柱 一只手瞬间失去了战斗力 眼看着就要被忍者给解决了 这时树上的陆小川摘了三片树叶 上面附上灵气 一下治了过去 三个忍者正准备杀害那个中年男子 可是这时飞出来三片树叶 瞬间就把三个忍者的腿部 积了个对穿 三个忍者顿时丢掉手中的刀 直接扑倒在地上 抱着自己血流如柱的大腿 不停地哀嚎 而这时 陆小川感觉到 有两道气息 向这边赶了过来 赶紧隐藏好自己的身形 果然不到几个呼吸的时间 两个三十多岁的男子 出现在了那个中年男子身边 其中一个看了看倒在地上 哀嚎的三个忍者 张口就说道 行啊 一个人可以把他们三人给解决了 厉害了你 而另一个男子 则是上去在忍者身上点了几下 三个人就一动不动了 这时 陆小川看到 那中年男子没有危险了 害怕暴露 于是身形一闪 竟悄悄地离开了此处 没有发出一丝声音 而那个后面赶过来的两个男子 此时大声叫道 你说什么 这三个忍者 不是你打伤的 那是谁干的 那中年男子说道 我也不知道 当时我快要被这三人杀害的时候 他们三人就突然扑到在了地上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但是看他们流血的腿部 肯定是有人出手相救 第十六章 平静的生活 第十六章 平静的生活 听到中年男子的话 后面赶来的两个人 上前仔细地查看 三个忍者的伤口 他们两人是越看越心惊 这时其中一个男子大声喊道 你们过来看 听到声音 赶忙上前查看 发现是一片普通的树叶 但是不普通的是 这片树叶是 插在地面的石头上的 看到这一幕 三人中间修为最高的那男子 凝重地说道 所有修为高强的人 我们都有登记 据我所知 这一片是没有厉害的午休存在的 可是看这片树叶 击穿人的大腿 而且还插入了石头中 但是树叶却一点也没有损坏 此人的修为 最少也是先天境界 边上的两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先天境界 那可是极为强大的午休了 遇到先天境界的午休 你就是有再多的 后天境界的午休 也是白给 那带头的男子取出手机 对着那树叶 拍了几张照片 随后说道 我们赶紧带着这三人 离开此地 以免发生意外 而此时的陆小川 已经回到了家里 而就在陆小川刚 准备进戒指里的时候 院子外面传来了陆大勇的声音 小川哥 你在家吗 陆小川赶忙走出房间 看到院子外面的陆大勇说道 大勇 你找我什么事啊 看到陆小川 陆大勇眼睛一亮 高兴地说道 小川哥 我爸可以下床走路了 我想让你过去看看 有没有要注意的地方 陆小川听了之后 也高兴地说道 好 我们赶快去吧 两人出了陆小川家门 走了几十米 就到了大勇家 走进门口 就看到大勇父亲 正在扶着墙走路 虽然走得很缓慢 可是他脸上的那种满足和兴奋 却一点也掩盖不住 陆小川走上前 把大勇父亲扶到椅子上坐下 对着他说道 叔叔 大勇父亲微笑着说道 我都不知道 要说什么好了 小川你 真是我的恩人啊 陆小川道 叔叔 你可不要这么说 以我们两家的关系说 这些就见外了 此时 陆小川一边给大勇父亲 检查了一下 发现恢复的挺好 一边用灵气 给他又梳理了一遍 这次陆小川估计三天的时间 大勇父亲 就会跟正常人一样 走路了 离开大勇家 陆小川就回到了家里 看了看时间 现在小琴应该没有上课 就掏出手机 给陆小琴打去了电话 电话接通后 陆小琴高兴的说道 哥 你给我打电话 有事吗 陆小川笑着说道 怎么没事就不能 给你打电话了是吧 陆小琴娇称了一声道 我没有那个意思 对了哥 我还有十多天就考试了 考完试就放假了 你到时候要来接我哦 陆小川道 好了 知道了 最近在学校 没有人缠着你 或者欺负你吧 陆小琴笑着道 现在是真的没有人缠着我了 上次的那个叫飞哥的 隔几天就在学校周围转悠 以前学校周围的那些小混混 都不见了踪影 陆小川说道 那就好 你自己多注意安全 要是没有钱了 就给我打电话 现在家里也有点积蓄了 吃穿方面就不用省了 知道吗 知道了哥 以后你挣钱 我花钱 哈哈 而此时某处的一处秘密基地 那个被陆小川所救的男子 和另外两个男子 把三个人者 交给了下面的人手 就一起向着一个办公室走去 到了门前 敲门后 里面传出来一道威严的声音 进来 三人进去后 里面的摆设非常简单 一张桌子前面 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 看到三人一块进来 张口问道 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三人里面 那个带头的男子说道 族长 今天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一个高手 但是没有见到人 那个五十多岁的男子 惊讶地问道 哦 在哪里 修威有多高 于是 三人就把所有的事情 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并且把照片 也让对方看了一下 那个五十多岁的队长 看了半天 突然开口说道 此人绝对是一个高手 是可以跟总部的 那几个人相比较的 你们秘密地去周边调查 记住 不要太过明显 此人既然不愿意让人看见 肯定是一个影视高人 能让他加入龙祖最好 不能也别抢求人家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十多天 陆小川每天除了修炼 就是去院子后面的菜地里 看蔬菜央苗的掌势 这十多天的时间 陆小川中间 还给所有的央苗 都浇了西市后的泉水 所以 蔬菜央苗 已经开始揭晓小的蔬菜了 西瓜也开始开花结果了 陆小川估算 这蔬菜最多在有十天左右的时间 就有第一批可以采摘了 只要第一批蔬菜开始采摘 后面就会源源不断的 有新的蔬菜成熟 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循环 陆小川从菜地回来 大虎和二虎也跟在后面 现在大虎和二虎 已经长得有点过大了 跟老虎一样 现在陆小川 也不敢再让他们喝泉水了 因为害怕长得太大了 到时候被有心人给发现什么 就在这时 陆小川的手机响了 陆小川接下来发现 是不是要放假了 陆小川对着电话说道 陆小青兴奋地说道 对啊哥 明天早晨你记得来接我 陆小川笑着道 好 明天一大早我就去接你 挂了电话的陆小川 向着陆大勇家里走去 陆大勇看到陆小川 高兴地说道 小川哥 快进来坐 我给你泡茶喝 陆小川摆了摆手道 不用了 我来是想借一下三轮车 明天小青放假了 我去接他 陆大勇这时说道 明天我跟你一块去吧 好久没有去县城了 去转一圈也好 这时陆大勇的父亲回来了 这十多天的时间 大勇父亲 早已经可以和正常人 一样走路了 看到陆小川 大勇父亲高兴地说道 是小川啊 看到你真高兴啊 下午有没有事 没事的话 我做几个菜 喝点酒 第十七章 暴露 这时陆小川这时 突然想起来一件事 对着大勇父亲说道 说你这么一说 我还真想起来一件事 就是我想修一个大棚 你看我那些蔬菜 再过十多天就可以采摘了 等采摘个一个多月 也就差不多了 到时候天开始凉了 没有大棚的话 一个冬天就浪费了 大勇父亲 听了陆小川的话说道 你这个想法好 但是要修一个大棚的不少钱呢 还有就是 得把时间算好了 等天冷下来的时候 就得能够使用上 陆小川算了一下 现在自己手里的钱不够 等十多天蔬菜可以采摘了 就有钱了 然后估算了一下时间 陆小川对大勇父亲说道 说我决定二十天后修建大棚 这方面你比较懂 到时候你帮我盯着点 我每天给你一百二十块钱 大勇父亲连忙说道 小川 这可不行 要不是你 我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 现在帮你盯着修建大棚的事情 怎么能要你的钱呢 哦 对了你修建大棚的地选好了没有 陆小川道 一会儿去村长家里找村长说一下 找一块大点的地 大勇父亲立刻说道 不用去找村长了 我家在你那地的不远处 就有一大片土地 足够修建大棚的 你看哪里行不行 陆小川眼睛一亮 说道 行啊 只要地方足够大就行 这样吧 那土地还是按我租村里的价格给你钱 一亩第一年五百块钱 叔你看怎么样 刚开始 大勇父亲说啥也不同意 后来陆小川说不同意 就不在那里修大棚了 大勇父亲这才妥协 第二天 陆小川一大早就来到陆大勇家里 看到大勇已经准备好了 两人就骑着三轮车 向着县城的方向行去 半个小时后 到了县城后 陆大勇下了车 说是先让陆小川去接他妹妹 他在这里给自己父亲买点东西 陆小川跟大勇分别后 就来到陆小勤学校的门口 不一会儿 就看见陆小勤拖着一个 箱子出了校门口 陆小川赶紧迎上去 把箱子接过来 放到车上 等陆小勤上了三轮车后 陆小川就骑着三轮车往前走去 两人来到县城的一条最繁华的街道 停下三轮车等着陆大勇的到来 这时陆小川看到旁边的彩票店 眼睛一亮 带着陆小勤就走了进去 到了彩票店后 里面只有两三个人 正在那研究彩票 陆小川上前就跟老板说道 你们这里的呱呱卡 是可以自己挑吗 老板点了点头 拿出一个纸箱子 里面全是呱呱卡 各种类型的都有 陆小川放出自己的神识 开始扫描那些呱呱卡 不一会的时间 陆小川就发现 这些呱呱卡里面是没有大奖的 但是几千的倒是有好多张 于是陆小川挑出了几张 有奖的呱呱卡 陆小川一一把他们都挑了出来 然后又挑了几张没有奖的 这样是为了掩人耳目 老板拿着陆小川挑出来的呱呱卡 算了一下 总共一百六十块钱 边上的陆小晴 着急的对陆小川说道 哥 这些东西都是骗人的 你不要花这个钱了 还是把钱留着吧 陆小川笑着说道 没事 就当是鱼乐了 付了钱后 陆小川就到一边坐了下来 递给陆小晴五张呱呱卡 然后自己拿着几张 开始刮了起来 片刻后 只听到陆小晴一声尖叫 把整个彩票店里的人都吓了一跳 陆小川故意问道 怎么了小晴 陆小晴兴奋地说道 我中奖了哥 我中奖了 三千块钱啊 彩票店的老板 和几个买彩票的人 都一脸羡慕地看着陆小晴 因为这钱来得也太容易了 可是片刻后 陆小晴和陆小川 接连爆出中奖 直接让彩票店里的人 由惊讶到骇人再到麻木 因为陆小川和陆小晴 就这一会儿的时间 总共中了一万八千块钱 两人对完奖 高兴地出了彩票店 向着三轮车走去 而此时彩票店里 那三个买彩票的人 直接疯了 一人买了好几十张呱呱卡 可是除了中个几十块钱 剩下啥也没有 真是让三人欲哭无泪啊 过了有十多分钟 陆大勇提着一个袋子 走了回来 陆小晴看到后 开心地叫道 大勇哥 好久不见 陆大勇也笑着说道 小晴妹妹 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边上的陆小川赶紧说道 你们两个就不要 相互吹捧了好吗 听得我恼人疼 赶紧上车 我们要回家了 回到家后 陆小川把三轮车 放到大勇家里 带着陆小晴 就到了自家门口 然后就看到 两只巨大的狗跑了出来 扑到陆小川 和陆小晴的脚边 摇着尾巴 开始撒娇 陆小晴看到大虎和二虎 惊讶地问道 哥 这才多长时间啊 大虎和二虎 怎么长到这么大了 陆小川笑着说道 可能是我喂的好吧 以后大虎和二虎 就是我们家的守门江了 两人进了院子 陆小川对陆小晴说道 你先玩一会儿 我去给你整点吃的 早晨没吃 现在肯定饿了 就在陆小川 去厨房做饭的时候 院子门口出现了一个男子 大虎和二虎 开始对着那个男子 大声地叫了起来 而且分成两边 对男子形成了夹击的状态 厨房里的陆小川 早就发现了这个男子 但是陆小川没有出来 因为这个男子他见过 就是前几天 陆小川在倭寇手里 救下的那个男子 因为陆小川知道 这个人很有可能 是来找自己的 所以还是不要见得好 以免露出破绽 这时陆小青阻止 要向前扑的大虎和二虎 对那个男子说道 你是谁 来我们家 有什么事吗 那男子很是惊讶地 看了大虎和二虎一眼 然后客气地 对着陆小青说道 你好 我是从外面来这里游玩的 也顺便向你打听一件事 陆小青说道 哦 你问吧 男子说道 你们这里 有没有什么厉害的人 比如说会武功 比较能打的人存在 陆小青张口就说道 我哥就会武功啊 而且很厉害 十多个人 都不是我哥的对手 说完还一脸骄傲地 扬了扬脑袋 好像是他自己很厉害一样 第十八章 游说 那男子听了陆小青的话 眼睛一亮 对陆小青说道 哦 那你哥在哪里 我能不能见一下 这时 厨房里的陆小川 无奈地走了出来 狠狠地瞪了陆小青一眼 对着他说道 你去做饭吧 我有事情要处理 陆小青看到陆小川的眼神 低着头 一路跑到了厨房 陆小川又摆了摆手 大虎和二虎 也到了厨房门口 静静地趴着 陆小川直接忽视了 那个男子明亮的眼睛 对其说道 你是来这里旅游的 那你可是来对地方了 虽然我们这里经济不发达 可是风景绝对是 数一数二的 因为我们这里没有污染 青山绿水 那男子一直看着陆小川说道 刚才听你妹妹说 你很厉害 不知道能不能让我见识一下 陆小川皱着眉头道 哪有什么厉不厉害 就是以前跟着一个老人 学过几趟庄稼把事 没啥可炫耀的 这时 那男子突然对陆小川说道 我知道 你就是那个前段时间 在大山里救我的那个人 陆小川心里一惊 张口就说道 你怎么 可是陆小川刚说完这句话 看到对方微笑地看着自己 陆小川就知道 自己上当了 刚才对方就是 以一种突然的方式来炸自己 自己社会经验 还是太浅了 已经差不多算是暴露的 陆小川身上 发出一股杀机 紧紧地锁定住对面的男子 随后开口说道 你找我是为了什么 此时那男子 已经被陆小川的杀机 给下的衣服都湿透了 因为他感觉到 刚才自己只要有任何动静 立刻就会没命 男子艰难地从兜里 掏出一个红色的小本本 递给陆小川 陆小川打开一看 上面写着龙组成员周冰 职务四组成员 级别少校 然后是一个刚硬 一条金色的龙文图案 陆小川看完后 收起了自身的杀机 把红色的小本本 还给了对方 然后对周冰说道 你是叫周冰是吧 实话告诉你吧 上次 我救你是因为巧合 我不想被人打扰 希望你们以后不要来烦我 我只想做一个悠闲的小农民 周冰道 我还是叫你前辈吧 前辈 以你这么好的武功 为什么不为国家做点贡献呢 你在这儿是不是 有点浪费你这一身好功夫了 我希望前辈能考虑加入龙组 陆小川淡淡地开口道 我不喜欢被人打扰 喜欢安静 你走吧 说完就走进了房间 周冰想跟上去 可是这时 大虎和二虎 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 刺着牙向他逼近 周冰无奈之下只能离开 回去找队长说明此事 陆小情做好饭之后 跟陆小川正在吃饭 陆小情张口问道 哥 刚才来的那个男的是 干什么的 陆小川一边吃饭 一边说道 就是一个来这边旅游的 想找一个会武功的人 拜师学武功 陆小情嗷了一声后说道 哥 你能不能叫我武功啊 这样以后 我就可以自己保护自己了 陆小川说道 好啊 明天早晨开始六点起床 跟着我先打基础 等基础打好了 就教你真正的武功 第二天一大早 陆小川直接把陆小情 从被窝里拉了出来 然后就开始教他扎马步 踢腿 陆小情此时有点后悔了 好好的懒觉不睡 学什么武功啊 刚开始 陆小情是很痛苦的感觉 可是一连好多天的时间 慢慢的也让陆小情习惯了 每天早晨 已经不用陆小川叫他起床了 基本的动作 也做得有模有样了 这天 陆小川带着陆小情练习完 吃完早点以后 陆小川发现 门口过来了一辆车 感受到里面的人之后 陆小川叹了口气 因为该来的还是来了 不大一会儿 周斌带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 来到院子门口 刚要敲门 陆小川直接说道 进来吧 门没锁 周斌带着那个五十多岁的男子 走了进来 陆小川让陆小情 带着大虎和二虎 去看看后面的菜地 周斌来到陆小川面前 指着那个五十多岁的男子说道 前辈 你好 打扰你了 这位是我的上级领导钱长生 钱长生上前一步 跟陆小川握了一下手道 你好 我叫钱长生 不知道阁下怎么称呼 陆小川说道 我叫陆小川 你们可以叫我小川 钱长生哈哈笑道 那我就拖大叫你一声小川吧 今天我来主要是想 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陆小川直接说道 我知道你们的目的 但是我这个人喜欢清静 所以 你们就不要来找我了 我就是一个合法的小农民 钱长生笑了笑道 小川 你有这么高的一身武功 要是就躲在这里当农民 岂不是埋没了 我可以答应你 只要你加入龙祖 你的一切都是自由的 除非有任务找你 否则绝对没有人来打扰你的生活 而且你想 只要你加入了龙祖 你就有一个身份了 到时候 你干任何的事情 都会方便很多 希望小川你能好好考虑考虑 陆小川听了对方的话 还是拒绝道 我说了 我不喜欢被打扰 而且 我也没有想跟任何的势力 有一丝的牵扯 你们走吧 不送 然而钱长生并没有走 而是继续说道 你是刚从天海大学毕业 还没有进入社会 有些事情 不是你想避就能避的 要知道 以你现在的修为 迟早会被人发现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我说的这些 也是为了你好 你考虑考虑吧 在钱长生的不断劝说下 陆小川陷入了思考 陆小川想了半天 觉得 如果真的像钱长生说的一样 如果平时没有任务是自由的 那加入也未尝不可 起码对自己和陆小晴 是一种保护 陆小川想了半天后 叹了口气道 我加入也可以 但是没有任务的时候 我不希望有人来打扰我 还有 一般的任务不要找我 因为任务太多了 我就没有时间管理我的土地了 我还要种地呢 最后的种地 听得钱长生和周斌一头的黑线 钱长生连考虑都没有考虑 直接就说道 这些条件都没有问题 随后从包里拿出一份表格 把所有的表格都填完 在修为一项上 填的是先天出气境界 一切都弄完之后 钱长生说道 首先欢迎你加入龙祖这个大家庭 你的资料还要交到上面审批 估计有十天左右 你的证件等东西 就下来了 到时候 我让人给你送过来 我们就先走了 陆小川点了点头 送两人出了门 开着远区的汽车 陆小川摇了摇头 难难道 本来还想安安静静地种种地 然后好好修炼 没想到这么快 就打破了生活的瓶颈了 不知道加入龙祖这个决定 是对还是错 第十九章 初见成效 时间悄悄地 就过去了一个礼拜 陆小川站在自己的菜地边上 看着已经可以采摘了的蔬菜 心里很是激动 拿出电话 就给王福打了过去 电话一接通 那边的王福 就哈哈大笑着说道 陆老爹 今天怎么想起来 给我打电话了 陆小川说道 王老哥 我这边的蔬菜 已经可以采摘了 你可以派人过来拉蔬菜了 陆小川说完这句话 就听到电话里 传来东西 掉到地上的声音 随即王福大声地说道 你说什么 蔬菜可以采摘了 真的假的 这才刚过去一个月多点啊 陆小川笑着说道 你要是不要的话 可就卖给别人了啊 王福赶紧说道 陆老爹可千万别 我马上就派人过来 所有的蔬菜都给我留着 有多少 我要多少 挂了电话之后 陆小川就叫上 大勇和大勇的父亲 三个人开始采摘蔬菜 后面又加入 进来一个陆小勤 四个人用了半个小时 采摘了六筐西红柿和黄瓜 还有六边之带的辣椒和茄子 陆小川觉得应该差不多了 然后就停了下来 就在这时 陆小川感觉到了拉蔬的车来了 就让陆小勤去前面带车过来 陆小勤一边走 一边嘀咕道 为什么我听不到有车来了 拉蔬的 还是上次的那两个人 到了之后就开始称菜 不一会儿菜称完 装上车以后 就开始算账 最后账算完 把大勇和他父亲都吓了一跳 一共是一万三千八百块钱 等拉蔬的开车走了以后 大勇父亲问陆小川道 小川 你这蔬菜 为什么买的这么贵 这刚采摘了不到三分之一 而且 这还是头一茬 后面借的蔬菜会越来越多 那得卖多少钱啊 陆小川笑着道 叔 现在你知道我这种菜挣钱了吧 过几天叔 你就帮我盯着修建一下大棚 然后大勇 就跟我采摘蔬菜 明年争取我们两家一起盖新房子 大勇父亲也高兴的说道 好 小川到底还是有初夏 然后对着大勇说道 你好好跟着你小川哥干 明年盖新房 然后给你娶媳妇 大勇挺爷们的一个男人 听到他父亲的话 脸瞬间就红了 这一幕惹得边上的陆小青 哈哈大笑 随后陆小川看了看地里的西瓜和香瓜 现在还没有成熟 估计还得十天左右的时间 到时候这西瓜和香瓜一出 这钱就会源源不断 明年就可以修路盖房子了 一直到了下午 王府的电话打了进来 陆小川以为出什么事了 张口就问道 怎么了王大哥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王府开心的说道 老爹 明天我还要蔬菜 最好比今天的多一点 明天一早 我就让人过去拉 陆小川高兴的说道 行 明天你直接让人过来拉就行 随后陆小川找来了大勇 告诉大勇道 你在村里找几个踏实能干活 老实的人 由你带领 以后只要有采摘蔬菜 或者地里有活的 就让他们干 一天给他们一百块钱 大勇说道 小川哥 一百块钱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这可是比县城的工资都高了 陆小川说道 没事 都是一个村的 多给点就多给点吧 哦对了 你的工资不能比他们的低 你一天一百五十块钱 听到陆小川的话 大勇高兴地说道 你放心吧 小川哥 我一定给你把活干好 就这样 大勇在村里找了四个 比较踏实能干活的人 两个男的 两个女的 只要陆小川安排采摘蔬菜 第二天早晨 所有人就早早地到菜地里 提前采摘好所有的蔬菜 这七八天的时间 一共采摘了四次蔬菜 现在陆小川的存款 也有十万了 这算是一个很好的开头 今天陆小川准备去一趟县城 因为西瓜和香瓜已经成熟了 陆小川试吃了一下 简直是太美味了 他从来没有吃过 这么好吃的西瓜和香瓜 于是陆小川让陆小晴在家里待着 自己拿个编织 带装了两个西瓜 四五个香瓜 骑着三轮车 向着县城的方向行驶而去 因为在县城也不认识别人 所以陆小川直接去了福满楼 他想找王福 看看能不能有销路 把这西瓜和香瓜卖出去 到了福满楼 陆小川停好三轮车 背着编织带就向里面走去 可是刚进福满楼的大堂 就被一个服务员给拦住了 服务员用鄙视的眼神 看着陆小川说道 喂你是干啥的呀 陆小川笑着说道 我是来找你们老板的 我有时跟你们老板说 那服务员上下打量了一下陆小川 翻了个白眼道 还找我们老板 我看你就是来要饭的吧 赶紧出去 一会儿让别的客人看到 又要投诉了 陆小川眼里闪过一丝不悦 冷声说道 我就是来找你们老板的 请你说话尊重点 就在这时 一个中年男子走了过来 大声说道 干什么呢 这是怎么回事 那服务员立刻换了个嘴脸 对着那中年男子说道 吴经理 这个人说是来找老板的 还说有事要跟老板说 那个所谓的吴经理 看了一眼陆小川 对服务员说道 什么找老板的 赶快叫保安过来 给我撵出去 这点事都做不好 是不是不想干了 服务员赶紧弯腰 以跪舔的方式说道 好的经理 我马上就叫保安过来 把他亲出去 随后就拿出对讲机喊道 保安保安 大堂里有人闹事 快来给亲出去 喊完人的服务员 看着陆小川冷冷的说道 既然你不愿意出去 那我就把你扔出去 服务员刚喊完不到一分钟 大堂里就过来四个保安 那服务员指着陆小川说道 就是他 给我把他扔出去 四个保安看了看陆小川 随后就来到陆小川面前 其中一个保安对陆小川说道 先生 请你出去 说完还做了个请的手势 陆小川冷声的说道 先别着急 说不定一会儿要出去的 就不是我了 陆小川边说话 边拿出他那个老古董的手机 给王府打去了电话 第二十章 疯狂的西瓜 陆小川拿着电话 给王府打去了电话 边上的那个服务员 不懈的看了一眼 有点讽刺的说道 别装了 你再不出去 信不信我 给你直接干住院了 这时电话接通了 王府高兴的说道 老弟 给我打电话什么事啊 陆小川说道 王大哥 我现在就在你福满楼的大堂里 可是有人要把我撵出去 你要是再不出现 我可就真的被人家给丢出去了 陆小川说完后 就挂了电话 这时那个大堂经理又过来了 大声的骂道 怎么还在这里 你们这个月的奖金没了 连这点事都办不好 说着就抬起脚 向着陆小川踹来 陆小川脚一动 周围人都没有看清是怎么回事 那个大堂经理就倒飞了出去 正好这时候 王府从楼上下来 看到这一幕 快步走到陆小川面前 微笑着说道 老弟 你过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 陆小川笑着道 我主要是有急事来找王大哥你 一时也忘了 这时 那个服务员和不远处 刚爬起来的大堂经理 已经完全傻眼了 这是什么情况 你跟王老板认识 那你为什么要穿成这样 最主要的是 你背个破编制袋干什么 这你马不是客人吗 王府带着陆小川向楼上走去 一边走一边说道 你们两个明天不用再来了 我这福满楼容不下 狗眼看人低的人 大堂经理和那个服务员 此时已经脸色惨白 因为这福满楼的工作 可不是那么好找的 工资又高 待遇又好 这下算是彻底没了 此时的王府一边走 一边说道 今天你来的正是时候 我今天给你介绍几位大人物 陆小川也不在乎 他连龙组的人都见过了 一般的场合 还真不会让陆小川露歉 不一会儿 两人来到三楼的一个包间 推门进去后 发现里面坐着两个人 两人看上去 都有三十多岁 王府进去后 笑着说道 李书剑 郑局长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这里精品蔬菜的供应人 陆小川陆老弟 老弟 这位是我们县的书记 李维李书姐 这位是我们县公安分局的局长 郑刚郑局长 陆小川上前跟两人握了一下手 笑着说道 李书记好 郑局长好 随后四人落座 这时李书记说道 陆小川 我就跟王总一样 叫你陆老弟吧 你种的这个蔬菜 可是害苦了我 自从我家里人吃了这个蔬菜以后 都不愿意吃肉了 天天要吃这个蔬菜 可是偏偏优量太少 不是每天都能吃到的 边上的郑局长也说道 是啊 我们家里也是一个情况 这时陆小川说道 现在不是不让大吃大喝吗 你们怎么还敢来 这么高档的地方吃饭 陆小川的话 让整个包间都瞬间安静了下来 片刻后 李伟笑着说道 陆老弟 你是真有意思啊 我们这可不是大吃大喝 我和郑局长是自己花钱 再说了你看看 我们两人就点了两个菜 怕吃不完浪费 我们可不是那种大吃大喝的人啊 这时王福突然说道 对了老弟 你刚才说有事来找我 是什么事啊 陆小川把地上的编织 带拿到桌子上 取出里面的香瓜 和两个大西瓜 对王福说道 王大哥 这是我心种出来的西瓜和香瓜 你先尝一下 我主要是想找人把瓜卖出去 这不只能想到王大哥你了 王福看到西瓜和香瓜眼睛一亮 立刻叫服务员拿来了西瓜刀 把一个大西瓜给切了开来 西瓜刚切开 整个包箱里全是西瓜的清香味 三人有种流口水的感觉 不一会儿 王福切好西瓜 几人顿时忍不住 拿起西瓜就吃了起来 此时的包间里 已经没有了任何的说话声 只有吃西瓜的声音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三个人就把一整个大西瓜 给吃了得一干二净 陆小川就静静地看着三人吃西瓜 脸上露出自信的笑容 吃完西瓜的王福 激动地抓住陆小川的手说道 老爹 你所有的西瓜我都包了 一斤给你八块 不 给你十块钱 边上的李伟 此时张口说道 陆老爹 你这西瓜可不可以全县推广种植啊 你放心 只要你愿意 我做主 全县全力支持推广 不笑了一下说道 不好意思李淑姐 我这西瓜 只能我自己种植 是没有办法推广的 要不然的话 还不早就满天飞了 那真是可惜了 李伟叹了口气说道 随后几人又尝了一下香瓜 顿时几人觉得 以前都白活了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水果 最后 王福激动地跟陆小川 定下了西瓜和香瓜的收购事宜 两种水果西瓜 以美金十元钱的价格 香瓜 以美金十五元的价格 全部卖给王福 谈妥后 王福还一个劲地说 占了大便宜了 事情定下来之后 几人就开始闲聊 就在这时 陆小川看着郑刚说道 我看郑局长 好像是身体有点问题吧 郑刚惊讶地看着陆小川 张口就问道 欧罗老弟 能看出我身体的问题来 边上的李伟 也是颇为震惊 因为郑刚身体的问题 是没有几个人知道的 面前的陆小川 就更不可能知道了 除非他是 真的有本事看出了什么 郑局长左肩膀 是不是受过伤 而且已经好多年了 陆小川自信地问道 郑刚惊讶地看着陆小川说道 没错 以前执行任务的时候 被一个歹徒 用自制的枪给打伤了肩膀 后来只要肩膀一着凉 就痛入骨髓 难受异常 王福惊讶地问道 陆老弟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陆小川笑着说道 因为我是医生 所以我能看出来 此时房间里面 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陆小川 尤其是王福 他对着陆小川说道 老弟 你不是重地的吗 怎么又成了医生了呢 谁说重地的不能成为医生了 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陆小川微笑着说道 第21章 惊人的医术 听了陆小川的话 郑刚已经有点相信了 于是试探性地问道 陆老弟 那我这病能不能治好啊 陆小川笑着说道 既然我能看出来 就能治好 要不我现在 就给郑局长治疗一下 郑刚惊喜地点着头说道 好 好 现在就来治一下 因为郑刚这些年 因为这个伤病 遭受了太多的罪了 医院又没有办法治疗 只能用药物压制那种疼痛 可是后来药物却越来越不管用了 现在又看到了一点希望 郑刚是无比的激动啊 这间陆小川走到郑刚面前 手伸进衣服兜里 其实是为了掩饰 从戒指里往处拿银针 陆小川用灵气在银针让走了一遍 灭杀了上面的细菌 然后开始为郑刚扎针 不一会儿 郑刚的肩膀周围就扎满了银针 因为每个银针上都带有一丝灵气 所以进入郑刚身体之后 这些银针不仅刺激着穴位 而且上面的灵气消除病因的根源 就是那附着在骨头上的一丝寒气 此时的郑刚只觉得肩膀处一阵发热 随后又觉得有点寒意 就这样持续了片刻后 陆小川取下了银针 边上的李伟惊讶地说道 这就完事了吗 陆小川笑着说道 没错 已经好了 后面的一段时间 只要肩膀别着凉受寒就可以了 此时的郑刚完全感受到 自己的肩膀非常轻松 那种久违的舒适感 再次回到了他身上 郑刚高兴地说道 陆老爹 这辈子还不知道要遭受多少的罪呢 陆小川摆了摆手道 你们是王大哥的朋友 也就是我的朋友 这点事不必放在心上 李伟和郑刚也同时说道 没错 今天我们就是朋友了以后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尽管说话 但是违反纪律的事情可不行哦 说完 王福哈哈大笑道 你们放心吧 陆老爹的为人我 可是很清楚的 好人一个 最后几人交换了电话号码 李伟和郑刚 因为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就提前离开了 陆小川微笑着对王福说道 你打算什么时候 去拉西瓜和香瓜 现在第一批应该是相对少一点 后面可就数量多了 我害怕王大哥 你一个人用不了这么多啊 王福微笑着说道 你就放心吧老爹 我在市里的大酒店 也快要开张了 到时候 蔬菜和西瓜香瓜 就怕供应不上了 我还得出个限量的条款 这样就会让那些有钱人 屈之若物 陆小川惊讶地说道 王大哥还真是厉害 市里的大酒店都开好了 真是了不起啊 王福苦笑了一下说道 如果有的选择 我宁愿像你一样 在农村种地 多自在啊 我们是羡慕不来了 随后王福掏出一张金卡 递给陆小川说道 这是我市里扶满楼的金卡 以后你拿着这张卡 到任意一家 扶满楼都可以免单 在两人再三推脱下 陆小川无奈 只能收下那张金卡 然后就告辞离开 因为明天一大早 王福就会派人过去拉西瓜和蔬菜 所以陆小川的早点回去 把人手安排好 回到家的陆小川找到大勇 告诉他 明天一大早 要采摘蔬菜和西瓜香瓜 让他早点安排好人 西瓜味道是不一样的 安排好事情后 陆小川就带着大虎和二虎 向着地里走去 陆小琴就像一个根屁虫一样 跟在陆小川身后 不一会儿 陆小川就来到了大棚的修建处 淡火的村民都跟陆小川打着招呼 陆小川也一一回应 这时大勇父亲走了过来 对着陆小川说道 小川 按现在的速度 还有十多天就可以完全完工了 到时候 只要等墙体干透了 就可以开始种植了 书 种植不着急 现在陆地的蔬菜和水果是够用的 等陆地的东西快要结束结果七的时候 提前二十五天左右种上就行 跟大勇父亲聊了一会儿 陆小川就带着陆小琴 后面跟着大虎和二虎 走到了山脚下的一处空地上 陆小琴看着四处打量的陆小川 好奇地问道 哥 你在看什么 这里有什么好看的 陆小川说道 我想在这里种桃树 小琴你觉得怎么样 陆小琴惊讶地看着陆小川说道 哥 这里地方这么大 要是全种桃树 那得多大一笔钱才够啊 哥 你可不能乱来啊 陆小川笑着说道 好了 现在只是想一想 离开宫还远呢 走吧 回去吧 天马上黑了 今天早点休息 明天还要早早地起来摘西瓜呢 听到摘西瓜 陆小琴眼睛一亮 追上往前走的陆小川 抱着他的胳膊说道 哥 明天我也要摘西瓜 好不好 陆小川溺爱地摸了摸陆小琴的头说道 好 明天就让我们家的小公主 早早地起来摘西瓜 回到家后 陆小川跟陆小琴两人 简单地做了点吃的 因为陆小琴吃了一个香瓜 一点也不饿 所以两人就吃了几口就饱了 然后陆小川就让陆小琴去休息了 而他则进入了戒指里面 陆小川在戒指里就开始修炼了起来 不一会儿 周围就开始聚集了很多的灵气 陆小川把灵气吸入身体 开始在自己的体内运转 所过之处 一些未被打通的细小经脉 也一一被打开 随着打开的经脉越来越多 陆小川的实力也在一点点的增长 因为戒指里时间流速的问题 到了第二天清晨 陆小川成功地突破到了练气期中期 按舞者的标准就是到了先天中期 但是陆小川因为是修真者 所以可是比先天中期境界的舞者 要厉害许多 突破成功的陆小川 感觉自己神清气爽 实力大增 心情很是舒畅 出了戒指 发现远处的地平线上太阳 已经开始升了起来 天已经开始亮了 而此时 陆大勇已经带着十二个人 男女都有 来到了陆小川家门口 陆小川直接走出去 对大家说道 起这么早 大家辛苦了 一会儿去四个人采摘蔬菜 剩下的人去摘西瓜和香瓜 记住摘西瓜的时候挑树的摘 生的不要 好了 大家赶快行动吧 赶在八点半之前完事 第二十二章 村民的羡慕 十多个村民 加上不安分的陆小晴 八点就完成了所有蔬菜和瓜果的采摘 正好在这时候 王福派来的货车来到了陆小川家门口 这次足足来了三辆车 因为西瓜和香瓜比较不好拉 所以不能装太多 陆小川安排人把蔬菜和西瓜过完撑 一个跟过来的男子对陆小川说道 陆先生 我们老板说 这次直接给你转账 一会儿你把你的银行卡号告诉我 我给老板发过去 陆小川点了点头道 行 这样也挺方便的 因为上大学的时候 陆小川打零工 那工资就是打卡上 还是很方便的 然后大家把蔬菜和西瓜等都装到了车上 而就在这时候 陆小川手机来了一条短信 上面是银行入账通知 总共四万元整 本来应该是三万八千九百块钱 可能是王福凑了个整数 陆小川苦笑了一下 也没有在意 等货车走了以后 陆小川给大家结算了工资 十多个村民都羡慕地看着陆小川 其中一个村民说道 小川啊 没想到你种的蔬菜和西瓜这么值钱 以前我们种的才几毛钱 或者一块钱 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 你这一天 就是我们两三年的收入啊 陆小川笑着说道 现在只是刚开始 后面等我规模上去了 就会需要更多的人来干活 希望到时候 各位叔叔婶子能够帮忙 村民们都说道 小川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只要你有事说一声 大家都会来帮忙的 何况你还给这么高的工资 大家都挺感激你的 陆小川看着这些朴实的村民 心里也感觉暖暖的 因为他们虽然家庭条件都不是很好 可是他们并没有眼红陆小川挣很多钱 第二天 整个天河村的村民都知道了 陆小川种的蔬菜和西瓜等 卖了高价钱 而且后面用人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多 给的工钱也比外面多很多 整个天河村的村民都很高兴 因为陆小川好了 他们也有活可以干 也会跟着好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陆小川的蔬菜和西瓜 还有香瓜的产量已经直线上升了 而刚好王福的室内的大酒店也走上正轨 有了陆小川的蔬菜和水果 人流量大增 短短的时间内就聚集了大量的人气 生意好 陆小川的蔬菜和水果 才能陆续的全运出去 不会出现采摘不及时的现象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积累 陆小川已经有了48万的存款了 这对于以前的陆小川来说 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可是现在明显是不够用的 因为陆小川要修建新房子 还要打算买车 还要种植桃树等 这天中午 周冰找上门来了 陆小川知道可能是自己的证件啥的下来了 果不其然 周冰拿出一个鼓鼓的文件袋递给陆小川 然后说道 前辈 这里面是你的证件 还有工资卡 还有给你配的枪 陆小川听了周冰的话 笑着说道 以后不要叫我前辈了 你比我还大呢 以后就叫我小川就行了 周冰立刻摇头道 那可不行 你的级别可是比我高呢 要不以后我叫你手掌吧 陆小川无奈的摇了摇头说道 算了 还是叫我前辈好一点 随后陆小川打开袋子 发现里面是一把枪 一个银行卡 一个红色的小本本 还有一部卫星电话 陆小川拿着枪看了半天 非常的好奇 因为男孩子都对这东西好奇 随后打开那个红色的本子 发现里面是自己的名字和照片 而自己的级别居然是上校 这个级别可是不低了 其实最重要的不是级别本身 而是这个证件 本来就具有见官大一级的效果 而且他所代表的权力 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 这石边上的周冰说道 这张银行卡是你的工资卡 以你的级别是每年八十万 如果完成特殊任务 还有奖励 陆小川惊讶地说道 工资这么高吗 周冰苦笑道 进了龙组 基本就是签订了生死协议 你也知道 我们都是跟一些非人类打交道 生命随时都会没有 你觉得这点工资高吗 陆小川叹了口气道 是啊 没有你们的付出 老百姓就没有稳定的生活 对了 现在这卡里有钱吗 有 你第一年的工资八十万都在里面 以后每年年初 都会提前把工资发放到你的卡里 陆小川把手枪 电话和证件 都收进了戒指里 因为他怕被别人看见 不好解释 可是这一幕 却吓坏了边上的周冰 周冰惊讶地问道 前辈 你是怎么做到的 手枪去了哪里 陆小川此时才感觉自己大意了 怎么能在别人边上 暴露戒指的秘密呢 于是打了得哈哈道 这就叫做速度 你是看不见的 这也算是我的个人能力吧 送走了周冰 这时正好陆小情 从外面带着大虎和二虎回来 自从陆小情放假 除了每天跟陆小川学武功 剩下的时间 就是学习和带着大虎和二虎 在村子里四处跑 陆小川把陆小情叫了过来 对陆小情说道 你去洗把脸 我们去县城买车 陆小情高兴地看着陆小川 随后问道 是买三轮车 还是摩托车啊 陆小川翻了个白眼道 你就这么看不起你哥我呀 真是的 我要买的是轿车 这样以后送你上学和接你回家 都不用怕淋雨了 陆小情惊喜地说道 真的吗 我们真的要买轿车吗 可是刚问完 陆小情就又说道 哥 要不我们还是先别买了吧 现在你正式用钱的时候 一辆车可是不便宜的 放心吧 我的妹妹 你给我现在也算是有钱人了 一辆车还是不在话下的 于是陆小川叫上大涌 骑着三轮车 带着陆小情 就向县城出发了 一路上陆小情都显得特别的兴奋 嘴里不停的叽叽喳喳 陆小川看在眼里 心底也暗暗发誓 以后会给妹妹最好的生活条件 第23章 公子哥 三人来到了县城后 找到一家四店 因为陆小川对车也不太了解 也没有打算非要买什么车 只要是20万左右的就可以 刚进店 里面的一群女子 都看了一眼陆小川三人一眼 所有人都没有动 只有一个看着20出头的女孩 走了过来 对着陆小川三人说道 您好 请问你们是来买车的吗 陆小川看对方很礼貌 微笑着说道 没错 麻烦你 给我介绍一下20万左右的车 最好是越野型的 女孩一听 高兴地带着陆小川三人 来到一辆越野型的车面前 随后就开始介绍 可是他还没有介绍完 就被陆小川给打断了 行了 你不用介绍了 你就告诉我 这车多少钱就行 女孩尴尬地微笑一下 随后说道 不好意思 这车手续办好之后 总共22万6千元 陆小川上车看了一下 随后就说道 好 就这辆了 办手续吧 可是 那个女孩子却站着没动 这时陆小琴拍了对方一下道 姐姐 收钱了 这时 那个女孩才反应过来 因为她从来没有见过 买车这么利索的 啥也不听 也不让打折 看一眼就买 所以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就在陆小川 把所有的手续都办理完以后 正准备开车离开的时候 一道声音传来 有小美女 你怎么跟着两个土包子 太可惜了 跟哥走 保证你每天吃香的喝辣的 怎么样 原来 就在三人要上车时 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带着两个男子 看到陆小琴长得挺漂亮 于是就发生了刚才的那一幕 陆小琴气得脸通红 愤怒地说道 走开 我不认识你 这还不简单 跟哥去吃个饭 不就认识了吗 那公子哥模样的男子说道 这时 陆大勇上去 就推开了那个公子哥 愤怒地说道 你想干什么 说话放尊重点 那公子哥模样的男子 被推了一下 立刻冷声地 对身边的两个男子说道 打断他的双手 两人听了公子哥的话 立刻就向着陆大勇扑了过去 可是他们来得快 去得也快 只见两人倒飞出去后 趴在地上就起不来了 这时 陆小川走到公子哥面前 看着对方说道 如果你再敢 对我妹妹说一句不尊重的话 我保证 你下半辈子 永远开不了口 那公子哥 被陆小川身上 散发的气息给吓到了 跌跌撞撞地 一连退了好几步 陆小川不再理他 招呼陆小勤和陆大勇上车 开着车就出了门 向着车管锁开去 因为要去上牌照 那公子哥 阴狠地看着陆小川开车离开 拿出手机 打了一个电话 而此时 四殿里的所有人 都羡慕地看着那个女孩 因为他们看到陆小川 三人穿的衣服 以为是没钱的人 所以没有人上去接待 这也算是一种讽刺吧 陆小川开着车 带着陆小勤 前面是陆大勇 骑着三轮车带路 可是走了不到 十多分钟的时间 他们就被三辆车给截停了 只见从三辆车上 下来十多人 随后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 从一辆豪车里走了下来 向着陆小川的车走来 陆小川让陆小勤 待在车上 自己下了车就迎了上去 那男子看着陆小川说道 就是你刚才欺负我儿子是吧 今天不给我一个交代 你们一个也别想离开 陆小川嘴角上扬 看着对方问道 哦你想要什么交代 我要你们一人一只手 这不算过分吧 那五十多岁的男子说道 陆小川回头对陆大勇说道 大勇 你先回车上 陆大勇往前走了一步说道 小川哥 有事咱俩一起扛 不就是打架吗 谁怕谁啊 陆小川一个巴掌 拍到陆大勇后脑勺上说道 打什么架 赶紧回车上 这里交给我就行了 陆大勇摸了摸头 对陆小川说道 那小川哥 你小心点 要是有什么事 我就冲出来帮你 看到陆大勇上了车 陆小川对着那五十多岁的男子说道 我想好了 不打算给你们任何交代 你们准备怎么办呢 那男子听到陆小川的话 知道是在耍他 手一挥 十多个人就向着陆小川扑了过来 在车上的陆大勇 看到对方的人向陆小川冲去 立刻就想下车去帮忙 可是还没有等他下车 接下来的一幕 彻底的让他惊呆了 原来陆小川直接冲到十多人面前 前后不到二十秒的时间 那十多个人就已经躺在了地上 这时 马路周围都造成了堵车 远处也围满了看热闹的人 陆小川几步走到那男子面前 缓缓地说道 怎么样 现在还要不要给你交代了 此时那男子脸色已经被下白 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人 要知道 那十多个人里面 可是有当兵出身的人 就这么几下子就被摆平了 而就在这时 突然传来了警报声 不知道是谁报了警 警铃声越来越近 片刻后两辆警车就停在了不远处 一共八个警察 快速地来到现场 这时那五十多岁的男子 冲着一个警察说道 赵队长 你来得正好 我的人被人打了 而且我也受到了威胁 那个被称之为赵队长的警察 看到对方 笑着说道 这不是生辉地产的魏云卫总吗 是谁这么大胆子敢威胁你 这个叫魏云的 指了指陆小川 然后说道 就是他 他不但打了我的人 而且还威胁我 现在我要控告他 那车里还有他的两个同伙 赵队长来到陆小川面前 张口问道 这些人是不是你打的 陆小川无所谓地点了点头 随后说道 人是我打的没错 但是还是请你调查清楚原因的好 赵队长冷哼一声道 好 既然承认是你打的就好 给我把他带走 车里的两个同伙也一起带走 听到赵队长的话 顿时边上的警察 就向着陆小川走了过来 此时陆小川知道 这个赵队长 肯定是和那个叫魏云的人相识 而且关系很不一般 第24章 反转 陆小川知道 自己不采取点行动 今天不止自己要被带走 连妹妹和大勇也无法避免 所以 陆小川阻止了要动手的警察 逃出电话 一个电话就给郑刚打了过去 电话接通后 郑刚大声笑着道 陆老爹 今天怎么想起来 给我打电话了 陆小川就把事情的经过 仔细地说了一遍 电话里的郑刚听完后 愤怒地说道 你放心陆老爹 只要你没有错误 我一定给你一个公道 你等一会儿 我给赵队长打个电话 陆小川挂了电话 看着赵队长说道 你等等 有人找你有事情 就在赵队长疑惑的时候 他的电话响了 看到自己手里屏幕上的 那个熟悉的号码 赵队长有种不祥的预感 但是还是快速地接起了电话 果不其然 电话刚接起来 就听到一阵咆哮的声音传来 赵凯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作为一个警察 居然胡乱地使用权力 从现在起 撤销你队长的职务 然后把相关的人员都带回来 包括那个叫魏云的 哦 对了 让一个叫陆小川的先走 后面有什么事在询问他 赵凯现在场子都毁清了 原本以为可以帮助一下 生辉地产的魏总 以后对自己也好 可是没想到 另一边才是大神啊 虽然后悔了 可是命令还是要执行 一声令下 包括魏云在内的十多个人 全部被抓了起来 然后呼叫了支援车辆 此时的魏云 看到陆小川开车离开 自己却被抓了 于是大声地嚷嚷道 赵凯 你居然敢这么对我 放走打人转 这是我跟你没完 边上的赵凯急忙跟魏云 解释了其中的来龙去脉 随后魏云也拿出手机 拨出了一个电话 陆小川办完车牌 就带着陆小晴 然后大勇骑着三轮车 向家里开去 到家后 整个村里的村民都沸腾了 因为陆小川是第一个 住在村里买车的人 很多的村民都会放鞭炮 给陆小川庆祝一下 一直到了天快黑了 陆小川的手机响了 原来是郑刚打来的 电话里郑刚说道 因为对魏云没有确切的证据 只能放了对方 而且这时还惊动了县长 因为深辉地产 在本县有重要的项目 所以只能放了 陆小川也不在乎 跟郑刚聊了几句就挂了 一转头 却看到陆小晴吃力的 抱着一个大西瓜 陆小川满头黑线的问道 小晴 你干什么 陆小晴放下巨大的西瓜 笑着对陆小川说道 哥 晚上我不想吃饭了 我想吃西瓜 陆小川无奈的说道 你天天的不吃饭 光吃西瓜哪能香啊 身体受不了 谁说我光吃西瓜了 我还要吃香瓜呢 陆小晴撅着嘴说道 听到陆小晴的话 陆小川差点一个跟头摔倒 无奈的陆小川稳了稳身行 摇着头说道 真是拿你没办法了 看来得给你找点事做了 说着话 陆小川抱起西瓜 放到案板上 刀光一闪 西瓜就成了两半 陆小晴高兴地抱着西瓜 拿着勺就开始吃了起来 西瓜的清香味 让趴在远处的大虎和二虎 快速地来到陆小晴的脚边坐下 定定地看着陆小晴抱着的半个西瓜 晚上 陆小川照常进入了戒指 修炼了一段时间后 他来到拿出药园边 因为他要按照书上的记载 给陆小晴 配一个让他进入后天舞者的汤药 因为现在陆小川是无法炼丹的 陆小川在药园里 找到了所需要的灵药 因为害怕药销太大 都只是取了几片叶子 然后仔细地挖出了一根人参 虽然叶欢不知道 这人参具体有多少年了 可是从大小和外形上看 起码几千上万年了 陆小川按最小的药量 把药给配比好 人参只是用了一小段身须 然后陆小川出了戒指 拿着自己家里的砂锅 就开始认真地熬药了 按照书上的记载 陆小川用小火熬了整整两个时辰 最后只剩下了一小碗金黄色的液体 而且散发着浓烈的灵药的香气 这十天也晾了 陆小晴刚起床 就闻到了一股香味 穿好衣服跑了出来 这时陆小川也刚好把药给盛出来 看到陆小晴过来 就递给陆小晴到 把这碗药喝下去 然后按照我教给你的那套功法运行 记住 有任何的痛痒 一定要忍耐住 虽然陆小晴有点疑惑 可是他还是毫不犹豫的 就喝下了陆小川递给他的药 因为他知道 陆小川是这个世界上他最信任的人 喝完药的陆小晴 不一会儿 就感觉体内产生了一股庞大的内力 开始在他体内乱窜 这一下下的他赶快盘腿 开始运转陆小川教他的那套功法 陆小川也紧张地在边上站着 随时准备出手 因为他也是第一次配置这种增加修为的药 自己心里还是有点担心 盘腿坐着的陆小晴 此时因为那庞大的药力在体内爆发 经脉隐隐约约有点承受不住 那种撕裂感让陆小晴眉头紧皱 身上的衣服也逐渐被汗水打湿 边上的陆小川看到这里 害怕陆小晴第一次要产生内力 没有狠心和毅力 所以陆小川直接用手贴在陆小晴的后背上 用自己的灵气 催动着他体内那庞大的药力 改善他的身体 有了陆小川的帮助 陆小晴的痛苦很明显的减少了许多 眉头也逐渐的松开 随着时间的推移 陆小晴身体强度终于跨过了炼镜境界 体内开始产生了一丝内力 这下陆小晴算是彻底的跨入了后天初期境界 时间大概到了中午 陆小晴体内的药力已经全部练化 他的内力也到了后天初期的巅峰 这要是让午休者看到的话 肯定会惊得合不拢嘴 因为午休者要想垮过炼镜境界 必须要经历多年的苦休才可以 而陆小晴跟着陆小川练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就直接到了后天初期 这简直就是作弊 醒来的陆小晴 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新的大门 浑身充满了力量 就在他沉浸在突破的喜悦之中的时候 陆小川说道 行了 一会儿再高兴 先赶紧去洗个澡吧 都臭死了 第25章 羞辱 陆小晴听到陆小川说 让他去洗澡 疑惑地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身体 发现胳膊上有一层黑黑的像油脂一样的东西 陆小晴尖叫一声 转身就跑向屋内 片刻后 陆小晴洗干净身上的脏东西后 头发湿漉漉地走出来 害羞地对着陆小川说道 哥 刚才我身体上那么多脏东西 你会不会嫌弃我啊 说完后 用水汪汪的大眼睛 眼巴巴地看着陆小川 陆小川拍了拍陆小晴的脑袋说道 那是你突破境界尸体内排出来的垃圾毒素 随着年龄增长 每个人都会有的 行了 跑进了他的房间 这时陆小川手机响了 接通后才知道是学校老师打来的 原来陆小川回来的早 毕业证还没有发 学校打电话让他回去拿毕业证 刚开始陆小川是不想去拿了 可是后来一想 爷爷辛苦的让他上大学 拿回来也是对爷爷生前希望的一种回报吧 陆小川告诉陆小晴自己要出去一趟 并且告诉大虎和二虎要保护好陆小晴 然后自己开着车一路向着学校开去 一个多小时后 陆小川到了学校门口 看着这个自己待了快四年的地方 心里不由的一阵感叹 在学校里转了一圈 陆小川才去找到老师拿回毕业证 回到车上的陆小川看着毕业证 心里五味杂陈 就因为这个毕业证 陆小川错过了最后跟爷爷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二十分钟后 陆小川平静了一下自己的心情 然后拿出手机打通了胖子王磊的电话 电话接通 里面就传来胖子的声音 喂 小川 给我打电话什么事啊 没啥事 就是我来拿毕业证 现在我正好在大学门口呢 刚好跟你聚一下 你在哪里 陆小川说道 胖子高兴的说道 你在市里啊 刚好今天我也休息 那我们就约个地方 就福满楼吧 这是一家新开的酒店 里面的菜很好吃 今天带你去尝尝 一会儿不见不散 好 我现在就过去 一会儿不见不散 挂了电话的陆小川苦笑一下 没想到是福满楼 这只能说是缘分吧 十分钟后 陆小川开着车找到了福满楼 停好车 看着这十多层高的酒店 陆小川想到 这王福也算是个有本事的人啊 就在陆小川看着酒楼发愣的时候 边上传来一句嘲笑的声音 哟 这不是陆小川吗 怎么了 想进里面吃饭 不敢进去 是不是没钱 要不要我请你吃啊 说完还哈哈大笑起来 陆小川侧脸看了一下 原来是大学时候的同班同学冯志鹏 边上还有几个当时一个班的男男女女 此时都用讽刺的眼光 看着陆小川 这个冯志鹏 是一个官二代 仗着他父亲是副市长 上学的时候没少欺负人 陆小川就是其中一个 只是当时陆小川没钱没事 只能默默地忍受着 陆小川看了几人一眼 转过头没有搭理几人 因为对于现在的陆小川来说 他们已经跟自己 不是一个水平线上的人了 所以陆小川也懒得搭理他们 看到陆小川没理自己 冯志鹏感觉自己的面子受到了挑衅 于是上前推了一下陆小川道 穷逼 我跟你说话呢 你听不见吗 可是冯志鹏这一下 不但没有推动陆小川 反倒是把自己给震退了好几步 陆小川眼里闪过一丝寒意 冷冷地对着冯志鹏说道 你最好不要惹我 要不然我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冯志鹏被陆小川那冰冷的眼神给吓到了 冷哼了一声 带着几个人走进了府满楼 陆小川在门口等了几分钟 胖子王磊就到了 两人来了一个拥抱 陆小川调侃道 你可是又胖了 该减肥了 要不然 我看你怎么找媳妇 小川 一见面就咒我是不是 再说了 谁说胖就娶不到媳妇的 我现在在单位 可是有很多女孩子主动接近我的 胖子抬着头嘚瑟地说道 两人一起走进府满楼 这时 一个女服务员上来热情地问道 请问两位有预约吗 陆小川摇了摇头道 我们没有预约 这时那服务员说道 那就不好意思了 我们这里从上周开始 就必须要预约才能就餐 要不然没有位置的 胖子王磊遗憾地说道 怎么办小川 要不我们就换一家吧 陆小川本来也想就算了吧 换个地方也是可以的 但是看到胖子王磊那遗憾的模样 只好掏出了那张王府给他的金卡 服务员看到金卡后 眼里闪过一丝震惊 很明显 他是认识这张卡的 只见服务员拿着金卡 到前台打了个电话 不一会儿 就从楼上下来 一位三十多岁的戴眼镜的男子 男子接过金卡 走到陆小川面前恭敬地说道 你好 先生 欢迎来到辅满楼 两位请跟我来 于是陆小川和胖子 跟着眼镜男 一路来到了三楼的 一间包厢前面 打开包厢门后 眼镜男说道 这里是我们辅满楼的至尊包厢 平时都不会用 只有再来尊贵客人的时候 才会使用 今天的安排 希望两位满意 陆小川点了点头道 行了 赶紧点菜吧 我们都有点饿了 而此时二楼的一间包厢内 一个男子在冯志鹏身边说道 鹏哥 刚才我看到陆小川和王磊两人 在金里的带领下去了三楼的包厢 冯志鹏皱着眉头道 陆小川和王磊 都没有什么背景啊 这辅满楼的经理 为什么要带他们去三楼 这石边上的一个男子道 管他什么背景呢 找人把他们两个给修理一顿就好了 而此时正在点菜的陆小川 眉头微皱 随后满不在意的点好菜 并且告诉金里 快点上菜 那金里出去以后 憋了半天的胖子 终于忍不住了 开口就问道 小川 你拿的那是什么卡 为什么我们可以来 辅满楼的至尊包厢吃饭 因为胖子可是知道 陆小川的家庭情况的 所以他内心有很大的疑问 第26章 遭遇围攻 陆小川听到王磊的话 笑着说道 没什么 就是我跟这辅满楼的老板认识 他送给我的卡 小川 你说 你跟这辅满楼的老板认识 王磊惊讶地说道 嗯 你也知道 我现在是农民 我种的蔬菜跟水果 都是供给辅满楼的 所以就跟辅满楼老板认识了 陆小川平淡地说道 王磊羡慕地看着陆小川道 没想到你种的还真种出名趟来了 你可知道 现在这辅满楼 在我们天海市 可是非常出名的 他们老板现在也是大人物了 陆小川笑了一下道 咋不聊这个了 你现在工作怎么样 王磊叹了口气道 刚开始工作 一个月也就两千七八百块钱的工资 勉强过得去吧 等过了十七七 工资就可以涨到三四千块钱了 两人聊了一会儿 菜就上来了 王磊就像是几天没吃过饭一样 大部分的菜都进入了他的肚子 两人吃完饭后 辅满楼的经理过来对陆小川说道 你好 你持有我们酒店的金卡 今天所有的消费都免单 如果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请尽管提出来 陆小川微笑着说道 都挺满意的 替我谢谢你们王老板 那经理听到陆小川的话 心里暗道 果然 这人是跟老板认识的 幸亏没出什么茶子 出了酒店后 陆小川就开车送王磊回他住的地方 王磊在车上一边左看看又看看 一边说道 真是没想到 你连车都买了 看来你选择回家种地的决定是正确的 要是选择打工 三年内都买不上这车 陆小川笑着说道 行了 等你结婚的时候啊 我送你一辆车 王磊兴奋地说道 真的假的 你要是这么说 明天我就找个人结婚说完 还黑黑地指傻了 到了地方后 王磊想让陆小川上去坐一会儿 陆小川拒绝道 回家还要一个多小时呢 下回再好好聚吧 陆小川开着车一路 向家里开去 可是刚出市区 就有三辆车把陆小川憋停了 陆小川笑了一下道 冯志鹏 没想到你真的动手了 既然这样 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陆小川下了车 看到三辆车上 下来十多个手拿钢管和砍刀的男子 一看这些人 就不是什么好人 陆小川也不客气 直接出手 不到三十秒的时间 十多个人都躺在了地上打滚 陆小川来到带头的男子面前 抓住对方的脖子说道 给冯志鹏打电话 那男子张口就说道 什么冯志鹏 我不认识 陆小川听到对方的话 手上慢慢地开始用劲 片刻后 那男子疼得忍受不住了 赶忙说道 别捏了 我打 我打 电话接通后 里面传来冯志鹏的声音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还没等男子开口 陆小川就拿过手机说道 冯志鹏 你找的人不行啊 既然你这么想玩 那我就陪你玩一下 希望你还能继续 靠着你老爸威风下去 说完后就挂了电话 然后拿出自己的卫星手机 打通了周冰的电话 周冰接到陆小川的电话 很是惊讶 可是随后听了陆小川 讲的事情 立刻说道 前辈放心 我马上去处理这件事情 打完电话 陆小川开着车 就向家的方向开去 因为天也快黑了 陆小川害怕 陆小青一个人 在家着急害怕 所以想快点到家 一个多小时后 陆小川回到了家里 陆小青看到陆小川回来 跑过来扑到陆小川怀里 眼泪汪汪地说道 哥 天都黑了 我以为你不回来了呢 我一个人在家害怕 陆小川摸了摸陆小青的头 笑着说道 好了 你现在可是后天境界的舞者了 还这么胆小 再说了 不是有大虎和二虎吗 他俩可是很厉害的 绝对能保护好你 没有你我心里不踏实 以后你到哪里都得带着我 好不好 陆小青可怜兮兮地 看着陆小川说道 陆小川点了点头 然后问道 你还没有吃饭吧 我去给你做点东西吃吧 陆小青摇了摇头道 我不饿 下午我吃了两个香瓜 哥 你说 你种出来的蔬菜和水果 为什么这么好吃啊 你这样 你去问一下土地公公 他知道 陆小川说完后 哈哈大笑了起来 陆小青抓住陆小川的胳膊 娇称地说道 哥哥你好话呀 居然戏弄我 看我今天打扶你 于是 院子里发生了对打的一幕 陆小青用陆小川教他的武功 开始进攻陆小川 而陆小川连脚步都没有动 用一只手 就挡住了所有的进攻 第二天一大早 拉蔬菜的车就来了 陆大勇带着村里的十多个人 开始分工采摘蔬菜和水果 而陆小川 则带着陆小青在院子里练功 自从陆小青突破到了后天 体内产生了内力 在练功方面就很积极了 因为他发现 自己不只是有了自保能力 而且皮肤还比以前要好很多 半个多小时候 陆大勇来找陆小川 说是蔬菜和水果都采摘完了 让他过去看一下过程 陆小川摇了摇头说道 大勇 以后这方面的事情 就全部都交给你了 所有的东西都拿个本做个记录 然后参与工作的人也记录一下 以后工资一个月一节 大勇知道 这是陆小川信任他 感动的说道 小川哥你就放心吧 我肯定做好工作 而在这时 陆小川的手机响了 是王伟打过来的 电话一接通 王伟就着急的说道 小川 你看新闻了没有 冯志鹏他老爸被查了 陆小川平静的说道 没有啊 再说了 被查肯定就是有问题的 只能说查的好 王伟疑惑的说道 听你这语气 好像对这件事 没有什么兴趣 陆小川半开玩笑的说道 你可知道 现在我是个种地的农民 很忙的 没有时间去关注这些的 好吧 你现在已经是一个 种地的成功人士了 我等世锦小明 是无法望其相悖的 王伟酸溜溜的说道 第27章 求助 火热的太阳照射着大地 此时的陆小川 正躺在院子里的阴凉处 打着盹 这几天 陆小川除了指导陆小琴练功 就是带着大虎和二虎 漫山遍野的四处溜达 这边的山是属于那种 连绵起伏 而且树林茂密的地方 里面有各种动物 有的甚至有点危险 但是这些 对于现在的陆小川来说 简直就是小意思 这几天一直没有什么事情 陆小川就找人了解了一下 修建房子的事情 陆小川是打算修建一个二层的别墅 一层有大客厅 厨房 卫生间 还有两间客房 二层是四间房间 两个卫生间 还有一个巨大的露台 然后别墅前面修一个大院子 可以在里面种一棵大树 夏天就可以躺在树下乘凉了 最后 陆小川了解完之后 知道了大概的价格 按照陆小川心里想的那样建造的话 加上最后的装修 总共需要五六十万 这个价格 还是在陆小川的预料之中的 因为陆小川现在已经有了一百多万的存款了 这对于一个县城 或者一个村来说 已经是一笔巨款了 于是陆小川决定 等明年一开春 就动工 尽量在两三个月之内 全部弄完 让后可以入住 当陆小青知道了这个计划以后 高兴得不得了 因为现在这房子 也确实有点太老了 爷爷生前就想把房子好好修一下 可是为了供两人上学 一直也没有能够完成这个梦想 现在终于可以了 而就在陆小川舒服的躺着的时候 他的电话突然响了 陆小川接起来就说道 谁啊 里面传来周冰的声音 前辈 我是周冰 有一件事情非常紧急 需要你出手相助 陆小川眼睛一眯 平静地问道 什么事情 连你们都解决不了 周冰道 最近是中心医院里 接连有人跳楼 或者直接死因不明 这是日本的忍者干的 他们是想让我们放了前段时间 抓住的那几个日本人 这次也不知道 他们来了多少人 我们这边的人 在医院待了好几天 也是一无所获 组长又坚持 不向总部求援 这不想到你了吗 陆小川知道 这件事情非同小可 于是立马说道 好 我知道了 我现在立刻赶往市里 挂了电话以后 陆小川告诉陆小晴 自己要出去一趟 要是晚上不回来 就让他锁好门 让大虎和二虎陪着他 一个多小时以后 陆小川来到了 市中心医院的大门口 这里已经全被戒严了 陆小川刚要进去 也直接被拦了下来 一个身穿军装的男子 拦住陆小川说道 这里已经被戒严了 请你离开 陆小川也不废话 直接掏出了 自己龙祖的证件 那个男子接过证件 看了一眼 一脸的震惊 然后恭敬地递回证件 进了一个礼后说道 首长请进 陆小川进入医院的大门后 用精神力感应了一下 一路来到了 三楼的一处病房内 里面正有几个医生 给一个人做着检查 而钱长生也带着周冰 还有三个男子站在一边 看到陆小川走进来 钱长生高兴地说道 小川你来了啊 正好你想想办法 看怎么办 现在已经有四人丧生了 要是再控制不住 我们就只能上报了 而钱长生边上 除了周冰的另外三个男子 则是一脸的怀疑 在他们看来 一个只有二十岁左右的人 是不会有多高的武学修为的 陆小川听了钱长生的话 点了点头 然后走到病床边上 看了一眼病床上一个男子 此时正双眼泛白 好像是被什么东西控制了一样 陆小川看完以后 对着正研究检查的医生说道 不用再费事了 他这根本就不是病 你们都让开 听到陆小川的话 病房里一时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看着陆小川 这时中心医院的院长开口说道 不知这位小哥 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 这时钱长生赶紧上前说道 韩院长 这是我们的同事 是为了处理这件事情来了 然后又对着陆小川说道 小川 这是中心医院的韩院长 两人握了握手 陆小川开口说道 大家都往后退一点 我先把这人身上的东西处理了 听到陆小川的话 所有人都向后退了几步 疑惑地看着陆小川 不知道他想干啥 就在这时 陆小川单手在空中开始画幅 片刻后一道金光发出 直接打在了病床上的男子身上 只听到男子身上 发出一声凄惨的叫声 然后就看到一股黑色的东西 从他身上脱离 向着门口处窜去 陆小川单手一抓 那黑色的东西 直接被陆小川抓在手里 然后就看见陆小川的手里 开始发出几道 很小的紫色的闪电 那黑色的东西 顿时被闪电劈成了灰烬 周围的人都一脸惊骇地看着这一幕 老半天才缓过进来 刚才的一幕太过震撼 让他们感觉有点不太真实 这种情形 一般只有在电视剧 或者电影里才能看到的片段 就发生在了自己眼前 换谁都得傻眼 即便是前长生 他们几个后天境界的午休 也被刚才陆小川的手段给惊到了 尤其是那几道紫色的闪电 上面散发的那气息 让他们感觉有一丝脊被发凉 做完这一切的陆小川 闭上眼睛 开始用神识搜查整个医院的每个角落 片刻后 陆小川睁开眼睛 笑着说道 没想到 藏得还挺隐蔽 韩院长 带我去医院的停尸间 韩院长虽然现在有点害怕 可是看了刚才陆小川的那种匪夷所思的能力以后 他心里又有了点底气 一众人用了三分钟来到底下的停尸间 陆小川让所有人都退后一点 然后自己走到门口 打开了门 这时从里面飞出一个发着幽光的飞镖 陆小川身体一侧毙了开来 随后就看见陆小川的身体消失不见 然后里面发出了扑扑的几道声音 随后又发出了一声凄惨的叫声后 就安静了下来 这时 外面的钱长生等人都有点担心了 因为从刚才射出来的那枚飞镖看 上面是涂了剧毒的 这陆小川一个人进去 是很危险的 就在大家都担心的时候 里面传出来陆小川的声音 你们都进来吧 第28章 饭局 钱长生等人进入停尸间后 看到陆小川正背着手站在里面 地面上躺着四具尸体 钱长生急忙走到陆小川身边问道 小川你没事吧 陆小川笑了笑道 没事 就是几只强大一点的老鼠而已 钱长生等人看了看地面的四具尸体 发现三具黑衣的是忍者 另外一具是一个一身灰衣的老者 长得极其消瘦 看到这个灰衣老者 钱长生惊讶地说道 怪不得呢 原来是阴阳师 没想到为了几个人 居然舍得把阴阳师给派了过来 陆小川疑惑地问道 什么阴阳师 钱长生说道 就是小日国的一个邪修门派 他们平时靠吸收人的死气 和天地间的阴气 来提高自身的实力 是一个让人头疼的存在 陆小川点了点头 看了一眼地面的阴阳师 随后说道 现在事情也完了 那我就回家了 钱长生立刻说道 小川 别着急回去了 今天跟大家一块去吃个饭吧 也顺便跟天海市的领导见个面 陆小川只能点点头 因为到现在 龙族里 他只认识钱长生和周冰两人 在大家往外走的时候 钱长生对身边的韩院长说道 韩院长 今天所看到的一切事都要忘掉 不能传出去 你应该知道 这里面的厉害关系 韩院长一头大汗 急忙点了点头道 钱老放心吧 我知道该怎么做 一众人出了医院大门 不远处就有几个人迎了上来 对着钱长生问道 钱老 事情怎么样了 放心吧 事情已经解决了 让周围的人都撤了吧 后续的工作就麻烦你们来做了 钱长生说道 这时开口 那男子说道 好 我为了这事 已经好几天都没睡觉了 今天我个人请你们去吃个饭 谢谢你们及时的阻止了这件事 要不然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乱子来呢 要是不小心弄出个人心恐慌 那可就不得了了 钱长生急忙说道 周市长 这个就不用了 今天我请客 一是 为了这事情的结束 二是 为了我这兄弟 今天要不是他 估计这事就不好处理了 听了钱长生的话 周市长和边上的市公安局局长江天花 都一脸惊讶地看着陆小川 他们实在是没有想到 居然是这个年轻人 解决了连钱老都没能解决的问题 钱长生此时说道 走了 找个地方简单吃一点 说着就招呼大家上车 一众人坐车 陆小川开着自己的车 来到了一家饭店 众人下车后走了进去 里面虽然不奢华 但是收拾的却很干净 此时钱老开口道 大家就在这简单吃一点吧 高贵的地方就不去了 我可请不起啊 说完还哈哈大笑了几声 周市长和江局长赶紧道 钱老你太客气了 平时我们都是吃点家常便饭 有时候忙起来 可是连饭都吃不上的 今天你老请客 我们也吃点好的 于是 一众人在服务员的招呼下 来到一个大包间 然后点了几个菜 因为开车的原因就没有要酒 而是要了茶水 这是钱长生指着陆小川 给大家介绍道 这位是陆小川 他可是有大能耐的人啊 在座的人都知道 钱长生话里的意思 也知道他们的身份很特殊 都站起来 一一跟陆小川打着招呼 介绍完后 大家聊了会儿熟悉后 周市长举起茶杯 对着陆小川说道 我就拖个大 叫你一声陆老弟吧 我以茶代酒敬你一杯 陆小川微笑着说道 周市长客气了 我就是一个在家种地的小农民 以后你们有时间可以去我家玩 那里风景还是不错的 然后就是江局长和韩院长两人 跟陆小川聊了一会 大家相互交换了电话号码 这时菜也刚好上来 大家就开始边吃边聊了起来 饭吃完以后 周市长和江局长两人先提前走了 因为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韩院长也再次向钱老和陆小川致谢后 也离去了 钱长生看着陆小川说道 小川 今天辛苦你了 这次你可是立了功了 回去我就给你上报 估计会有不少的奖金 那就多谢钱大哥了 我也该回去了 以后有事再给我打电话吧 陆小川开车回到家里 发现陆小晴不在家 大虎和二虎也不在 于是出门 就向着院子后面的菜地里走去 到了院子后面 陆小川看到陆小晴 正带着大虎和二虎在追什么东西 陆小川赶紧上前去查看 到了跟前 陆小川发现 大虎和二虎 每个嘴里都叼着一只野兔 陆小晴看到陆小川 高兴地说道 哥 你回来了呀 你看 刚才我带着大虎和二虎来这边玩 发现菜地里有野兔子 这大虎和二虎抓住了两只 陆小川看着冲着 自己妖宫的大虎和二虎 笑着说道 好样的 今天晚上有兔子肉吃了 陆小晴听到陆小川的话 可怜地说道 哥 这样会不会太残忍了 兔子这么可爱 你怎么能吃他们呢 陆小川知道 自己妹妹想的啥 张口说道 那你养着他们吧 我不吃了 陆小晴惊恐地说道 我才不养呢 这野兔子可凶残了 而且长得一点也不可爱 要养我也要养一只小白兔 陆小川笑着摇了摇头 对陆小晴说道 你一会儿说可爱 一会儿说不可爱 到底怎么办呢 这样吧 你去叫村长爷爷 还有你叔和大勇哥 晚上来家里吃饭 陆小晴点了点头 向着村里走去 陆小川从大虎和二虎嘴里 接过野兔子 然后说道 你们也跟着去吧 保护好我妹妹 大虎和二虎看了看陆小川 转头就向着陆小晴追了过去 陆小川看着两只跑得飞快的狗 嘴里喃喃道 果然是我养的一个好狗腿子 简直就是分分钟的事情 处理完了以后 直接就给上锅炖上了 然后上地里摘了一个大西瓜 和几个香瓜 用冰水给震上 晚上吃完饭 可以吃点冰镇西瓜 那绝对是很舒服的 不一会儿 陆小晴就回来了 对陆小川说道 哥 我都告诉村长爷爷 还有陆叔和大勇哥了 他们说晚上准时过来 第29章 扩大规模 到了晚饭时间 锅里的兔子也炖了两个小时了 陆小川看了一下 感觉差不多了 就调好味 收了一下汤汁 出锅了 然后陆小川又炒了一个青椒肉丝 又做了一个红烧茄子 整了两个凉菜 而这时 老村长和大勇父子梁也刚好来了 几人就坐在一起 因为天热 大家都喝得冰镇啤酒 几个人一边吃 一边聊 大勇父亲喝了一口啤酒后说道 小川 大鹏差不多快完事了 到时候 你看你要种什么 陆小川说道 还是种这些蔬菜 因为现在已经给人家供应上了 你要是换成别的 对人家也不好 边上的村长说道 小川说的对 人家帮着咱们致父 那我们也要懂得感恩啊 哦 对了 村长爷爷 我想承包北山脚下的那片土地 村长爷爷 你看能不能行 陆小川对着老村长说道 老村长疑惑的看着陆小川说道 小川 那片土地可是荒废了很多年了 杂草丛生 非常的不好打理啊 陆小川笑着说道 没事的村长爷爷 我打算在村里找人 一天一百块钱 赶在天冷之前 把那块地收拾出来 来年开春 我直接种植桃树用 老村长听到陆小川要种桃树 这才说道 种桃树可以 那块地本来是村里收回来的集体土地 你要是想种 就直接签合同 完了你就去种吧 反正那土地闲着也是闲着 但是一个条件就是 你要找我们天和村的人做工 而且不许欠村民的工钱 要不然 我可不饶你 陆小川端起啤酒 对着老村长说道 你就放心吧村长爷爷 我从小 在天和村长大 你还不了解我吗 一个小时候 几人一人喝了有四瓶啤酒 老村长可能是因为岁数大了 喝不下去了 就在边上吃东西 一边吃还一边说道 小川这手艺没的说 这菜整得比饭店的好吃多了 吃完饭 几人坐到一起聊天 陆小川对几人说道 明年开春我就修房子 然后等我有钱了 就把村里的路修一下 要不然一下雨 实在是很难走 老村长高兴的道 小川啊 有这个想法好 这么多年 我们这村人口越来越少 也没有什么经济支柱 好在有你出现 村里的人还能干点活挣点钱 现在你又要修路 我代表全村人谢谢你 陆小川严肃的道 村长爷爷 你这样我可生气了 我也是这个村里的一员 从小和爷爷 也没少得到村里的帮助 现在有机会了 为村里做点事是应该的 这时陆小晴拿着切好的西瓜 走了过来 几人可是知道这西瓜的好吃的 也不客气 大口的吃了起来 冰凉的西瓜 彻底的赶走了那一丝的酷热 第二天 老村长大清早就通知 村里的能干活的人 都到村委会的那块空地上集合 陆小川也被老村长 安排村里的孩子们 给叫了过去 到村委会后 陆小川看到 除了修建大棚的十二个人 剩下的能干活的人全来了 总共二十人 边上还有十多个小孩 和一群不能干活的老人 也围在边上凑热闹 这时老村长开口说道 大家都知道 这几年 我们村的人口越来越少 村里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 好在我们村有小川 他打算在北山脚下那片地上 种植桃树 这需要人来收拾土地 后期可能还要打理杂草和虫害 我跟小川谈过了 那土地就让他使用 但是他会让你们到他那里干活 一个人一天一摆 大家要是觉得行 我就以村委会的名义 跟他签合同了 大家要是不同意 也可以提出意见 所有的村民都说道 我们同意 那地荒者也已经好多年了 让小川种植 也算是把土地利用起来 而且还能给我们提供工作的机会 我们肯定支持 看到大家都同意 老村长高兴地对陆小川说道 小川 你也说两句吧 陆小川上前道 现在我种植的规模 还是相对比较少 后面等规模扩大了 需要的人多了 大家就都可以到我哪里工作 但是我希望大家 干活要认真 不要糊弄 以后工资也是一个月一节了 跟大家说一下 随后 陆小川就跟村委会签了合同 北山脚下那片土地 从现在起 算是到了陆小川名下 当然 这合同只能签20年 签完合同后 陆小川带着大家 来到北山脚下的那片土地上 然后告诉陆大勇 每个人每天来上工 都要做登记 到最后看天数算钱 陆小川告诉村民们自己的规划 然后告诉他们该怎么干 安排完之后 陆小川看着这一大片土地 心里说不出的高兴 安排完事情的陆小川回到了家里 看见陆小琴正在练功 也没有去打扰 而是进屋把门反锁后 直接进入了戒指里 好几天没有进来了 陆小川感觉戒指里的灵气 比外边浓郁太多了 于是 盘腿就开始修炼了起来 而此时的天海市 一栋豪华的别墅内 一个中年男子躺在川上 边上 有市中心医院的韩院长 和好几位本市的医疗专家 在边上激烈地探讨着什么 而此时 一位非常漂亮的二十多岁的女孩子 着急地问道 你们到底有没有办法治好我爸爸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说道 我们实在是无法检查出 令尊有什么病 至于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症状 我们也是毫无头绪啊 女孩子听到医生的话 眼泪都要下来了 着急地说道 亏你们还自称 是什么本市医术最好的人 我看就是一群自我吹嘘的佣医 这句话可以说是让几位在本市的医疗体系 有着深厚能量的人气的满脸通红 可是又说不出什么来 因为他们确实是无法查出人家身上的病因 就在这时 市中心人民医院的韩院长突然说道 我倒是知道一个人 要是他愿意过来一趟 而且愿意出手 我相信令尊的病因 应该是可以知道的一清二楚 第三十章 实力再增 听到韩院长的话 那女子着急地问道 是谁 她在哪里 赶紧让她过来 多少钱都可以 只要治好我爸爸 韩院长点了点头道 我只能告诉你 我可以试一下 至于人家能不能来 就不是我能左右的了 韩院长说完后 拿出手机 拨出了一个电话 可是却是提醒无法接通 韩院长知道 对方可能再忙 也没有敢再打 而是告诉那女子道 电话暂时打不通 还是等一会儿再打吧 而此时的陆小川 在戒指里修炼 已经到了紧要关头 只见他身体周围 已经被灵气给包裹了 连人的模样都看不清了 片刻后 陆小川浑身一震 缓缓地睁开眼睛 惊喜地看了看自己的双手 因为他现在已经是 练气后期了 也就相当于 午休的先天后期境界 感受了一下 自己体内那无穷的力量 陆小川很是满意 因为实力越强大 才能把所有的一切 都掌握在自己手中 出了戒指的陆小川 发现自己的手机 有一个未接电话 也没理会 而是去盯着陆小晴学习了 你别说 自从陆小晴突破到 后天境界后 他学东西非常快 而且脑袋的反应速度 也提升了很多 而就在这时 韩院长抵不过那女子的催促 再次拨通了陆小川的电话 陆小川接起电话 听到是韩院长 连忙说道 韩院长怎么给我打电话了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韩院长不好意思地说道 陆先生 我这遇到一个病人 请了很多的名医 都无法查出对方得的是什么病 大家都束手无策了 我这不是没办法了 所以向你求助吗 陆小川听了韩院长的话 知道可能是事情棘手 要不然以他们的医疗设备和医疗水平 不至于连病因都查不出来 于是 陆小川问清楚地址 开着车就向市里奔去 按照韩院长说的地方 陆小川到了之后 看到眼前的大别墅 陆小川嘀咕道 看来还是个有钱人 而这时 韩院长从别墅里跑出来 对着陆小川说道 陆先生您来了 这次得病这个人 是我们天海市的首富宋振江 他女儿可能因为他父亲的事有点脾气 一会儿还希望 陆先生 你不要太介意 陆小川点了点头道 没事 走吧 先进去看看 韩院长带着陆小川来到别墅里 给宋振江的女儿宋嘉倩说道 这是我跟你说的那位高人陆小川 这位是病人的女儿宋嘉倩 宋嘉倩疑惑地看了一眼陆小川 对着韩院长就说道 韩院长 我是相信 你才让你来给我爸爸看病的 可是你给我介绍的这位高人 是不是有点太儿戏了 韩院长知道 这是宋嘉倩看陆小川的外表和年龄 有点不太信任陆小川 所以韩院长说道 宋千金 陆先生的实力和手段 我是知道的一清二楚 我也是为了林尊才打电话给陆先生的 要不然这件事我是不会管的 宋嘉倩知道 刚才自己说的话 可能让韩院长很没有面子 于是稳定了一下情绪说道 韩院长 我也是相信你 今天就让这位所谓的陆先生 给我爸爸治疗 但是要是出了什么问题 我宋嘉绝对会追究到底 虽然这句话 是从宋嘉倩一个20岁的女子嘴里说出来的 可是在场的除了陆小川 没有人会小瞧这句话 反而都是为陆小川捏了一把汗 看着宋嘉倩的霸道 陆小川淡淡地说道 今天我来是给韩院长面子 至于别人是什么身份 跟我没有一毛钱关系 要想治病就让开 不治病我就要走了 宋嘉倩咬了咬嘴唇 狠狠地瞪了陆小川一眼 然后走到床边站在了一侧 很明显 他是想让陆小川为自己的爸爸看病 陆小川往前走了两步 看了看床上躺着的宋震江 只见他满脸发白 嘴唇发紫 眼睛涣散 看到这里 陆小川知道 这宋震将是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东西 也就是说被鬼物附体 才造成了他现在的这个样子 陆小川转过头 对韩院长说道 带所有人都出去 把门关好 任何人不得进来 于是韩院长等人都余光而出 这时宋嘉倩也向外走去 陆小川突然开口道 你不用出去了 一会儿还要用到你呢 一切都准备好以后 陆小川站在床前 打了个手印 然后在宋震江的天灵盖上面 连着点了三下 随后就看到宋震江的身体上 开始网出冒黑色的雾气 这一幕吓坏了 站在床边的宋嘉倩 这时陆小川又打了一个手印 随后就看到 那黑色的雾气 形成了一个骷髅头的模样 向着陆小川咬来 陆小川单手手指一弹 一道紫色的闪电 从手指发出 击中了那个黑色的骷髅头 顿时黑色的骷髅头 被闪电劈成了能量 飘散在了空中 随后陆小川抓住宋震江的手 用灵器在宋震江体内 行走了一圈 清除了里面残留的鬼气 也顺便把他的身体 给梳理了一下 而此时边上的宋嘉倩 已经完全惊呆了 他刚才看到了什么 这个叫陆小川的人 空手发出了闪电 而且一下劈死了 那个骷髅头 看着还在发呆的宋嘉倩 陆小川开口道 去拿条湿毛巾过来 给你爸爸擦擦脸 这样他能醒来得快点 听到陆小川说话 宋嘉倩才回过神来 但是他已经不敢像之前那样 跟陆小川说话了 害怕的看了一眼陆小川 宋嘉倩赶紧去拿毛巾了 十多分钟后 宋振江醒了过来 看到边上站着的陆小川 疑惑的说道 你是 宋嘉倩赶紧说道 爸爸 太好了 你醒了 之前你生病了 是他帮你治好的 宋振江看着陆小川感激的说道 多谢先生 多谢 陆小川摆了摆手说道 谢就不用了 我只想知道 你没有生病前去过那些地方 或者接触过什么不寻常的东西 听到陆小川的话 宋振江皱着眉头想了半天道 没生病之前 我哪都没有去过啊 也没有见过什么人啊 哦对了 我在前段时间 去过一个荒废的工厂 因为那工厂已经荒废了 我就想买过来 那天我去到那个工厂 就发现 里面特别的阴冷 当时我也没有太在意 后来回来第二天就不舒服 第三天就彻底起白床了